《星记浪子》 作者 黄毅 第三卷 第一章 功亏一篑 方舟操控着罪恶号 破入云层里 冲开一层层 由暗至明 灰 蓝 白 金黄的色光 进入了天使太阳要目的强光中 方舟一声欢呼 如于德水般 畅快地吸收着太阳能的物质力量 对他来说 太阳就是生命的泉源 他发射出的炽热气体 变入沙漠中 由干旱地面喷出来的仙泉活水 供给他生命最急切的需求 在这密挡门的小飞船 以成功的和罪恶号的银行装置锁连起来 他忙着减缓速度 同时享受着与艳阳的直接交触 关掉了驾驶式闲窗的过滤功能 直视着天使太阳 欣赏日缅放射出银色和珍珠色的光辉 在这虚空内的庞然巨物的周围 向四方八面扩展着 看着日缅从内部发射出 连续有着明线光谱 他大感心旷神怡 每个太阳的光线都是不同的 像火鸟星的太阳 日灰和黑子多了百倍以上 日缅的样子蓬乱不堪 弯折的射线 像四方八面竖起 不像温文可爱的多的天使太阳 日缅只沿着太阳赤道 像翅膀般伸张开去 他一边享受着 与这恒星的亲密接触 同时放开了船附最大的太空舱 好迎接小飞船的进入 想到又可见到丁羊和动人的新欠亚 更是心花怒放 他把皮肤开放 接近着阳光里大量的氢和氦 它们占了太阳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其他是极少量的氧 煤 氮 硅 碳 铁等物质 这是最丰盛的宇宙餐 驾驶是在药木的阳光中 物体和仓壁似弱 失去了物质的实体 天使太阳发射出的大量粒子 紫外线 X射线 高能的宇宙射线 似替他沐浴般洗涤着他的身体 洁净了他的身心 没有任何同类可明白太阳和他的关系 只要宇宙里一天有太阳的存在 他绝不会感到衰尾或孤独 他的思感和太阳内外的活动一起联系着 融入了那奇异的呼吸和节奏里 天使太阳时现实影的药斑 就像由大自然的妙手 汇出来最炫目的图画 千变万画 却没有一刻是相同的 永不重复 天使太阳发射 激出带磁性的微粒流造成的太阳风 以每秒400公里的速度 向罪恶好吹来 方舟凌锐的思感 清楚感应到其中的湍流 诱惑磁场的变异 小飞船不住接近 在顺眼的时间里 方舟把天使太阳的能量 转送往飞船的护照立场 和动力系统内 以应付敌人随时来临的攻击 这种转送能量 而不是本身有丝毫损耗的方式 他还是刚由蓝军处学来 立即派上了用场 安排好一切后 他跳起身来 往太空舱走去 好迎接贵客 思感同时往四方八面延伸 侦查敌人飞舰和太空截击系统的布置 当他的灵爵 正想进入密党那艘小飞船时 竟被距于此极立场之处 心中不由大压 想不到执政如此有办法 可在船上装置了能阻挡他思感的反装置系统 太空舱在望 方舟穿门而出 来到外面那长达二百米的长方形平台处 下方巨型的重力门打了开来 空间器木墙立即生出效用 隔断了外空和太空舱的空气对流 免了空气流失的问题 方舟平安下望 只见小飞船缓缓扩大 更远的下方 是被大气包裹着的乐园二号星球 他呼得涌起奇异的感觉 就若一位自己熟识的人正不断接近着 但那人绝非心欠亚 叮阳诱惑执政 那是个绝顶美丽的生命磁场 当方舟的思感 扫过机会符藏在随意机内的郊区时 他的方心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灼热 忍不幸交引起来 可惜随意机的反侦查系统历时生效 堵断了那奇妙接触 机会符的会觉 隐隐感应到方舟的存在 因为这感觉并非首次出现 他当日在研究院内盘问方舟时 便不时有这种令他心最难忘的感觉 但他却是不明所以 眼前除去上方的罪恶号 和自己依附的飞船外 就是广阔的虚空 为何方舟却似在伸手可处的近处呢 隆隆声中 飞船升上了罪恶号船夫的入口处 机会符拿杆怠慢 发动空间转移器 离开船体 躲到太空舱最下层平台 与众力门的空隙去 同时启动了所有反侦查装备 随意激依着背景的光色变化着 造成半影型的光影效果 众力门在小飞船身后迅速关上 罪恶号立即加速 朝星系外的太空冲去 速度以倍数低增整 小飞船宁定在舱内广阔的空间 然后横一开去 黏附在光滑的舱壁处 站在小飞船边的方舟一声欢呼 看着小飞船正中处张开了出口 他正兴奋的等待时 整艘罪恶号忽然剧烈抖震起来 动力转弱 速度退减 方舟大压 私感延伸到船体外去 飞船外尽是奇异的色光 你一幅光幕把巨鹿完全封锁 这是什么东西 为何研究院的资料库从未有提过 尚未有机会思索 一边凸起 一团银白的光芒 由小飞船的出口处鬼火般飘了出来 在方舟的瞳目结舌下 疏忽间扩大至整个眼前的空间里 像猛兽般把方舟吞噬 自离开火鸟星后 他从未试过 如此出乎意外 措手不及 在银芒的中心 献出一个白衣如银似雪的绝色美女 光扑的头不但无损她的美丽 还强调了她完美无瑕的脑壳轮廓 和秀美修长的粉像 最要命的 是她拥有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磁场 那种美丽 诡异和神秘 对她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她的眼睛 像有磁力般 紧紧吸射着她的心神 内中 藏着赤裂的感情 但却与男女之情 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一种超乎了肉欲的深邃情操 随着妖目的银芒 她像会发光的女神般 缓缓向她凌空以来 方舟感到四周压力骤增 大害下神志醒过来 暗叫厉害 对方的精神力量竟能控制了她的心神 怪叫一声 往后退去 那神秘的美女微笑道 太迟了 方舟 方舟仍不明白 墨地背后撞到某些虚实难分的东西上 整个人给反弹了回来 她骇然厚望 入目的是一处以彩光之城的大网 七彩缤纷 好看和诡异至极点 太空舱和美女都消失了 整个空间全是那种层层叠叠的光网 色光不住变化 这么奇异的能量网 方舟还是首次遇上 私感延伸 快速地分析着能量网的本质和构造 强处和弱点 骇然发觉能量网不住变化 无从捉摸 美女忽悠偏然出现前方 柔声道 方舟 乖一点好吗 方舟一声大喝 庞大的能量往后送去 同时凌空飞退 整个光网色光暴闪 金似海绵吸水般把她的能量吸个一滴不剩 她心叫不妙时又给反弹了回来 把心意横下 她向那美女飞扑过去 美女一阵娇笑 千万道不同颜色的光线由她身后鳞蛇般窜钻出来 像猪网般把她缠个结实 定在半空 进退不能 接着 她竖起鲜美的御掌 一圈 强忙脱手心而出 强忙裂闪中 硬在方舟眉心处 方舟脑际轰然一阵 脑神经像别什么锁住了似的 再不能有效运作 那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感觉 心中却清楚知道 掉进了执政部下的陷阱去 不用说新欠亚和丁羊义处境不妙 密党只是个骗局 哎 世间竟有这么厉害的女人 但她却怡然不惧 反激起无比的斗志 她体内正稀有庞大的能量 只是不知如何利用去应付眼前的困境而已 她深信很快会学懂那方法 躲在暗处的机会符目睹了整个过程 虽弄不清楚前因 却知道 方舟定是掉进了陷阱去 她和书玉智是老朋友的 看到她的出现 怎还不明白了一切 这就是堕落大亨的势力 不住壮大的原因 因为有书玉智在背后主持 她本想不顾一切 出手去帮助方舟 但感应到外边堕落号的接近 却使她放弃了这诱人的想法 兼且她仍掌握不到书玉智所运用的超时代新武器 权衡轻重 哪敢轻举妄动 现在唯一的优势 就是没有人知道她来到了罪恶号上 一旦被发现 她就完蛋了 联邦一完蛋了 附有了方舟的书玉智 将拥有征服整个联邦的力量 罪恶号逐渐增速 朝荒星飞去 方舟被放进一个半透明的箱子里 两眼紧闭 连呼吸都停顿下来 在罪恶号的指挥大堂里 巴斯基背着广阔的视野闲窗 冷静地观察着乡内的方舟 华一帝道 她不会是融会贯通了吧 她身后的摩亚 沙银 丹尼桑 和十多个改造人 全露出同样的疑惑 书玉智修长的身体 安然立在箱子的另一边 身后 是垂手深思的执政 她微微一笑 摇头道 大亨还认识不到 她总能做出些叫人惊异的事吗 否则她也溜不出你 精心布置的陷阱了 巴斯基冷亨道 她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了 书玉智探道 盲目的信心 只是另一种愚蠢 大亨何时才能在失败中 体悟到 没有绝对的成功和失败 一时的成功 可能只是 种下了另一次失败的种子 书玉智可能是宇宙里 唯一可以训斥巴斯基的人 这拥有可怕军事力量的军事强人点头道 小姐教训得好 我会小心的了 玄幼疑惑地道 这箱子困得住她吗 书玉智柔声道 没有东西可把她困住 不过她的能耐 全来自她的精神力量 现在她的神经给我的精神锁锁死了 就像普通人被锁起了手足 没有我的同意 她连想事情也办不到 更不要说脱困了 摩雅忍不住道 那她为何又能进入这种无生命的状态 书玉智微笑道 这正是我要研究的项目之一 事实上精神锁对她的作用能达到什么地步 我亦存在着怀疑 所以才以最原始的方法 集中所有人手和力量 直至把她送返实验室内 才可放下心来 接着轻叹道 仍有一个随意战士走失了 真令我有点担心 巴斯基道 把这小子押回荒星后 我们会回到乐园二号 把所有改造战士集合 联手以精神力量搜索整颗星球 敌人既给我们认定了他的精神烙印 怎也逃不了的 书玉智望往视野闲窗外 正在前方同速飞行的 堕落号超巨型太空舰 满足地道 今天我们的收获丰富极了 不但得到了这火鸟星怪人 还取得了一副随意机 和联邦出名的才女 她不但有美丽的肉体 脑内还有联邦研究院 最先进的研究资料 有了这些东西 何愁霸业不成 巴斯基宁笑道 小姐 请把珊娜丽娃交给我 便让她作为我征服机会福钱的热身运动吧 众改造人 一起凝笑起来 莎银渴望地道 假设小姐 要测试这火鸟星人那方面的能力 莎银愿做她的对手 众人笑得更厉害了 书玉智却沉思起来 刚才当巴斯基提到珊娜丽娃的名字时 她脑内的感应神经 生出微不可差的波动 显示方舟的精神有了变化 难道精神锁人 未能完全困住她的感官和思想吗 否则她怎会仍有反应呢 不过她并不担心 这个有立场封锁的半透明箱子 全赖人手从外开启或关闭 方舟虽有遥控电脑系统的能力 对这种原始的开启方式 仍将一筹莫展 只要回到实验室 她休想再走出去了 方舟早成功破解了她的精神锁 那是一种能扰乱脑电波的磁能 可是当方舟把握到她的运作方式后 立即把这磁能分解和吸收了 这刻的她面对危难 比任何时刻都要清醒 可惜她仍未有能力破箱而出 那需要至少十五分钟的时间 才可把球箱的力能吸收分解 她自家之自家事 但是这美女便叫她应付不了 何况还有巴斯基在内的众多改造人 何况罪恶号上所有攻击装备都被截断了和主系统的联系 使难以据为己用 以致攻击敌人 更使她经不住生出继穷的无奈感觉 这女人真厉害 但也非常动人 是才她把私感破出球箱的磁场外 偷听她们的对话时 听到珊娜丽娃糟情的消息时 大吃一惊 立即惹起她的警觉 从火鸟心人的立场来说 她早把珊娜丽娃 是做她的女人 怎可认她受没有人性的改造人之辱 在她悠久的生命里 除生存外便没有任何的理想或目标 离开火鸟心后 她除了尽情享受新生命外 亦没有想过要做些什么特别的事 但这一刻 她却生出了含有的怒意 这些人凭什么剥夺她和珊娜丽娃的自由和尊严 她绝不会让珊娜丽娃受到任何伤害 此时 外面的人正提起另一个尚未请到的随意战士 方舟想起 先前小飞船近苍前奇妙的感觉 心中一震 知道姬惠府已来了 并在这飞船之内 死感延伸开去 第三卷 第二章 爱神之变 百里池来到那处于机会府想象的奇异空间 巨电外蓝色的美丽星球 在夜空中缓缓转动 发出隆隆的声音 百里池启动了装置于脑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 嵌入了爱神的迅波网里 大电和星体消失了 变成一个正方形的大空间 上下四周近视跳动 做出不同的色光 千奇百怪的仪标板 和各种电子硬件 这是爱神的心脏 由于百里池的脑神经 与爱神的电子神经 紧锁在一起 所以 百里池虽只是坐在爱神体外 但精神却像一个旅行者般 到了爱神的核心处 百里池缓缓转身 前面壁上有一块平滑的 三米见方 透出红光的半透明方块 那就是宝库的进口 爱神心脏地带内最重要的地方 只要得到宝库 就等若把整个联邦放进了口袋里 不但可得到所有经济 军事 行政 科研的绝密资料 还可罢免任何人 发出动员或战争的指令 宣布联邦进入军阀统治 百里池的心灼热起来 但脑筋仍是冷静清晰 柴思菲的警告 仍迎绕而进 他先与外面的反智能系统控制者 取得全面的联系 利用控制者内的领袖晶片 紧密地操控着爱神的运作 发出了一连串指令 命爱神把自己所有防御入侵的设备关闭 将系统内各具的通道开放 然后才开始以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 进行认识分析了解和控制的程序 百里池神经内的智能系统 以惊人的速度运作着 每秒内 多有以万计的资料单位被处理 然而 爱神每一个区域内的藏量 仍使他折舌不已 以现实的运作速度 没有几个月的功夫 休想能完全掌握爱神所有软硬件的秘密 不过他 却是成竹在胸 他由自己的晶片 发出了一连串指令 由秘密的通讯频道 传往零星西莫星上未来研究所 地底内的超级智能系统大将的接收网络处 经过了确认和再确认的严密程序后 百里池脑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 便像没人般把大将和爱神连接起来 资料单位的处理 历时以百万倍的速度递增上去 只要三个小时 爱神将没有半点秘密可保留下来 那时他就可轻而易举破入宝库去 他采取如此做法 其实一时迫不得已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这是有为保密原则的 对联邦来说 爱神是头等保密的项目 大将亦拥有所有 关于未来企业的绝密资料 当两个超级电脑联系起来时 那种交流是双轨的 大将和爱神 均会自动记录对方的一切 在这人类征服了三分一银河系的时代 人脑仍是最玄傲精密的智能系统 一切智能系统都仍是依照人脑的蓝本去设计 纵使人造系统内的运作单位在数量上如何超越人脑内的细胞 其深广度仍积不上人脑的弹性的玄妙 只惜人类身怀归宝而不懂运用 偶有天才的出现 以比任何电脑更快的速度去运算某一天文数字的算题时 才提醒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仍属他们所有 方舟的出现正是个无可怀疑的例证 人脑或者是人类所知最奇妙玄傲的东西 平均重约1.38公斤 包含着至少三亿个细胞 由轻微智教人探为难以想象的神经线联系着 有人估计 假如要列出这些不同作用的联系和接驳数目 那将可由在地球至月球的距离内 来回排列13次 构成了人脑内同区或不同区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大将需要三个小时才可把握爱神 但若换了方舟 不出半小时便可用更快速的方式 把爱神复制在脑海里永远据为己有 且仍只占了记忆细胞内微不足道的小部分 与此可见方舟对人类的发展是如何重要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外面的卡尔夫男 朱斯蒂 翟斯菲 和假机会福 耐心的等候着 后者的轮廓身形 跟机会福完全为笑为妙 可就是缺乏了真机会福那独特的气质和神采 眼神更差远了 他们都对事情非常乐观 无论爱神多么厉害 可是他的灵魂 领袖晶片已被拘禁在控制者之内 爱神代表着联邦科技最尖端的成就 只是他本身构成的秘密 已是最珍贵的资料 卡尔夫男手持烟斗 不住吞云吐雾 不住细看着假机会福 心中暗叹若这是真人的话 那会有多好呢 这绝世家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但很快 他就会由爱神的宝库里 获悉一切 朱斯蒂静默地坐在他旁 心情矛盾 若让卡尔夫男完全控制了爱神 那他岂非要成为这狡猾奸人的傀儡 柴斯菲神色平静 全神注意着爱神的动静 坐在另一角的假机会福 则垂着头 默不作声 卡尔夫男心情大佳 伸手把祝斯蒂这第一流的美女搂了起来 肆无忌惮地损稳着她的乡间 那搭在 他肩头的手同时滑下 在他坚挺的苏兄上放肆起来 就像祝斯蒂这联邦的第二号女强人 只是她的玩物 假机会福 有脸泛红侠 比起真机会福 她的定力更差远了 所以只能 摆得远远地做个样子 来骗人 翟斯菲却视若无睹 自从通过最先进的解剖学 改变了身体后 任何男女间的情欲 均不能惹起她情绪上的波动 她变像一副威力庞大的机器 这类人性本能的行为 对她来说 只是一连串的动作和化学的反应 她感觉着卡尔夫男和祝斯蒂体内的生理变异 就若看着实验坪内两种化学剂的相遇和变化 不过她是绝对忠心的 因为卡尔夫男是唯一可举手把她毁灭的人 卡尔夫男看着祝斯蒂 由清冷沉浸的圣女 变成春心激昂的妖妇 黑黑吟笑下 把她按得仰躺在她腿上 正要进一步行动时 心中涌起不妥的感觉 翟斯菲获得力气 大喝道 出事了 机会服务趁巴斯基登上罪恶号前的一刻 溜进了她认为最安全的宇宙睡眠室内 这虽是飞船上的重地 但只要不坐反空间急速航行 一时间 没有人会踏足这境地里 她选了船尾的雨眠室 那是船上十个雨眠室之一 一边是控制雨眠的仪器 其余的空间 排列着一个一个的雨眠箱 向着森寒和沉没的令人心悸的坟地 那是所有定行人员的恐惧 进了箱 还可以再爬出来吗 每个由雨眠苏醒过来的人 无论她试过多少次 都有着在世为人的感觉 雨眠箱使与棺材无异 只是内藏精密复杂的仪器 可为雨眠者注射适当的药物 降低或升高体温 调节生理和脉冲 机会浮探了一口气 在近百个雨眠箱的其中两个之间躺了下来 静候机会 现在一切事情都不是由她控制了 最理想 当然是飞船把她送到神秘的人性实验室去 假如方舟被另外的飞船押走 那她就注定要被巴斯基像猎犬般追捕着 直到她糟情为止 她宁愿死 一不希望在巴斯基的改造体下 苟且偷生 哎 山那利娃又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她的心神出现了奇怪但熟悉的感觉 感觉一瞬即逝 悬又再次出现 机会浮大喜若狂 立即发出心灵的讯息呼唤道 方舟 是你吗 方舟懒洋洋的声音 在她心灵里想起道 我猜得不错 两个小甜心都来了 机会浮有若绝境于旧心 哪还会计较这小子 换她做小甜心 急道 你在哪里 方舟嬉嬉一笑道 当然是和你在一起 到了人性实验室后 看看可否找到秘密偷情的地方 让我和美丽的领袖好好交配 机会浮翘脸飞红 低骂一声厚道 生死关头 还这么不正经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 我多么希望能搂着我的小甜心呢 不过 你可不能拿我去解剖 只有坏人才会做这种人性实验的大坏事 机会浮默然半赏 低声道 对不起 我可以保证 再不会做这种大坏事了 方舟笑道 道歉有啥用 空口白话 怎比得上实际行动 快用你的美丽小嘴 答应和我交配或遭碍吧 机会浮又好气又好笑 则道 这是怎能可破得来的 快告诉人家 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方舟道 非常好 好物女人 和所有厉害无比的改造人 都眼睁睁看着我 否则我早溜出来和你交配了 你愿不愿意 我也顾不得了 因为我想 你那磁场太厉害了 机会浮暗叫天呀 狠狠道 那岂非是强奸 你和那些坏人 又有什么分别 心中却想着 难道他只是爱上我的磁场 而不是我这个人 方舟笑嘻嘻道 不要骗我了 你是欢喜我的 快承认吧 机会浮胶体发热 狭烧欲夹 又知这些生理反应 绝瞒不过方舟的私感扫描 修得无地自容 方心大乱 骂道 你这死人 本主席现在没时间和你胡闹 快想个办法 逃出这鬼地方 还要救回你另一个小甜心 这是命令啊 方舟故作亚然道 另一个小甜心 呀 差点忘了 有你这小甜心 自然少不得另一个小甜心 机会扶之犯了语病 大炯 他不知多少年未有过这类情绪了 即使是敌人 见到他 亦要毕恭毕敬 方舟的心灵通话严肃起来 急促地道 我的青青乖甜心 你现在要依我的指示 到船上一个地方去 进行一些破坏 哎 若非我给那恶女人的重力箱困着了能量 就不用劳烦小甜心了 机会扶皱眉道 不要碌碌缩缩好吗 究竟要到哪里去 干些什么 方舟道 我要你到飞船智能系统的中心去 把系统内的记忆全部破坏 机会扶一呆道 那飞船还怎能运作 方舟得意地道 放心吧 那些资料 已全来到了我的脑袋里 当飞船 到了人性实验室后 便休想再离开地面半寸 除非他们重新输入资料 机会服务不由心中佩服务 飞船上的智能系统 等若飞船的灵魂 完全切合飞船的特性和装备而设计 记录了所有人员和过往飞行的资料 他相信 这些软件会有相同的辈分 不过重新输入的过程繁复虚实 单是重重的密码保护 便至少得花数百小时去破解 因为失去了记忆的电脑 再不会认识救主人 那时 大概只有方舟 才能控制飞船 有了罪恶号 他们才有逃出这双星系统的机会 不过他仍有犹豫 道 那敌人不是知道 人家在船上吗 他说出后 才感到语气间颇有撒娇的味儿 不由怪责起自己来 幸好 方舟四全无感觉 又或觉得 他撒娇是理所当然的 怪笑道 怎会呢 他们只会以为 是我动的手脚 而我亦会使他们 生出那种错觉 小甜心起身行动吧 哎 真希望 你现在是躺在浴池里 白里池正欢心雀跃 准备开启宝库时 脑神经一阵剧痛 当他回复过来 竟然回到那虚拟的大殿内 白里池待要启动脑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时 才发觉 这平时如必食指的宝贝 完全不受 他控制了 一把月耳的女生平静地道 白先生 这就是过分依赖科技的害处 没有了科技仪器 阁下便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 白里池魂飞魄散 这并不是爱神的声音 骇然道 你是谁 女子的声音在这虚拟的空间中响起道 我并非是谁 名字对我再没有任何意义 白里池心中叫苦 她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清楚 难道这女子 就是宅思飞所说 爱神里的奇异能量 她亦是置身如海的人 一边愁思对策 口中拖延道 你既然自称为我 自然可答我你究竟是谁 女子毫无人类感情的声音 平静若止水地道 像你这种只重视机器的人士 永远不会明白的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和你的大将 现在任务完成了 像你这种人类渣子 再不应留在这宇宙里 处决进行 白里池中忍不住 狂叫道 放过我 宅思飞扑到白里池旁时 白里池全身陡颤 强烈的电流由头罩刺入她的脑神经里 控制者鹏的画作一阵白烟 消失到无影无踪 卡尔夫男和祝司弟同时惊骇地跳了起来 宅思飞正要举起盖着白里池的头罩时 这未来科技院长已化作了强烈的白光 溶解在空气里 三人脸色大变 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回事 室内所有攻击系统同时发动 向三人尸以无情的攻击 四人猝不及防下 全被击中 若非护照护体 恐怕已化作飞灰 宅思飞的反应最快捷 盲撤起护盾 闪电移动 接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攻击 卡尔夫男舰势头不妙 高叫道 先退出去 腰间鸿芒卷出 射在紧闭的大门处 祝司弟盲为她掩护 宅思飞一声怒哼 显示吃了暗亏 大叫道 快点破门 我要支撕不住了 在卡尔夫男强力的激光冲击下 整道合成金属铸造的坚固大门 化成一块半透明闪亮的红炭 就在此时 最弱的假机会服 一声惨叫 消失在空气中 卡尔夫男一声狂赫 把护照的能量升至极限 闪电般破门而去 轰 得一声爆响 大门四分五裂 盲光击飞 但这凶人 终成功破门去了 守在门外的艾妮和众卫士 茫然看着卡尔夫男气急败坏冲了出来 接着是披头散发的祝司弟 和一脸冷酷的宅思飞 艾妮仍未来得及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紧急警报系统使人心颤神窑的可怕呼声响彻整艘飞船 所有警灯闪跳不停 艾神平静的声音道 飞船的毁灭装置已经开启 你们只有十五分钟时间撤退至安全地区 重复一次 卡尔夫男猛一跺脚 无奈叫道 全体人员撤退 艾妮待在当场 祝司弟怒喝道 还不下令 事实上不但下令 所有人员均以最快的速度 由分布全船不同部分的一百二十条逃生通道 撤离飞船 没有人有时间带走任何东西 离开了飞船后 所有人都借飞行器 高飞远顿 基地的警报响彻夜空 人人抛下了工作 赶忙逃难 可以升空的飞船全飞进基地 像领袖一号这种飞船的爆炸 将会是毁灭性的大灾难 附近的西天城恐怕一将受波及 不过这时谁都没有办法遏止了 卡尔夫男等人来到五十公里外的一处山头 俯视着基地静伏着的庞大飞船 众人都紧张得呼吸急速 心内一片茫然 事情太突然了 卡尔夫男眼睛扫视过四周个人后 沉声道 艾妮在哪里 祝司弟呆了一呆 道 他好像没有离开飞船 卡尔夫男诅咒了一声 呼啸声由基地传来 在数千人瞠目结舌下 领袖一号升了起来 到了高空处后 嗖的一声破云而去 萧眉在虚黑的星空深处 众人连连相去 卡尔夫男护的脸色俱变 声音道 我的天 大江内的所有资料 全被洗掉了 祝司弟翘脸血色退尽 他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但却清楚 在与机会服的斗争上 他又再次败了一仗 没有了爱神 没有了领袖晶片 假机会服又死了 这残局如何收拾呢 第三卷 第三章 人性实验 罪恶号和堕罗号 两艘巴斯基的黄牌飞船 先后降落在荒兴的地底基地上 在这方舟和珊娜丽娃的球箱 经安全检查后 放到巴斯基的御用飞行战车 大亨号的主舱里 由巴斯基 舒玉智 和十多个最厉害的改造人亲自押送 护航的队伍更是庞大非常 竟有200架最先进的战车 纵使两人不是被困球箱 亦难以逃顿 方舟的私感 轻易地钻入了珊娜丽娃的箱子内去 但却不敢把它唤醒过来 因为聂内人的任何变异 箱外记录身体状况的显示板 都会把所有异动暴露无遗 他查查了他随意记的状况 知道自己只要向他输送点能量 他便可以回复生龙火虎了 只恨自己的能量 无法溢出重力箱外 他还要耐心地等待 战车对在宽广的长廊飞行 朝人性实验室的方向迈进 传音器响了起来 沙银焦急的声音道 报告大亨 罪恶号出了问题 方舟心中暗笑 众皆愕然 巴斯基看了书与智一眼后道 发生了什么事 沙银道 现在还不清楚 越南完全没有反应 越南就是罪恶号上智能系统的名字 与堕落号的荡女配成一对 巴斯基双目凶光一闪 落到在这方舟的球箱处 那小子当然仍是那副没有生命的模样 横格摩半分起伏的行迹都见不到 巴斯基沉声吩咐了沙银进行了调查后 乔治皱起秀眉的书玉智 后者摇头道 不会是他干的 若他的能量一出箱外 定满不顾我 坐在他旁的执政道 会不会是漏网的随意战士呢 巴斯基听到他的声音 就无名火起 冷哼道 他就算有本事前进来 亦没有能力侵入 又重重保护的越南 何况他根本没办法登上罪恶号 这不是废话是什么 执政不知 是惯了听这类话 还是特别沉得网气 微微一笑 没有答他 书玉智轻轻叙出一口气 淡淡道 任何可能性都可存在 大亨 还是小心点好 巴斯基冷然道 好吧 由现在开始 地下基地实施戒严 除非有小姐和我的准许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所属的岗位 同时彻底搜查每一寸的地方 命令立时发放出去 方舟心中较苦 盲通知仍在罪恶号的小甜心机会服 卡尔夫男铁青着脸 望着壮丽的星空 深吸一口气候道 现在我们再无选择了 趁机会服尚未回来 我们就说爱神失控 杀死了机会服 把联邦的智权夺了过来 朱斯蒂一呆道 谁会相信我们 卡尔夫男冷冷看着他道 那就要看你的魅力了 没有了机会服 若你仍斗不过那群愚衷于机会服的蠢才 还凭什么当联邦的主席 朱斯蒂闪过怒涩 没有作声 卡尔夫男叹了一口气 叹手还着他腰知道 放心吧 我会动用手上所有力量帮助你 只要能在联邦议会 争取到三分之二的一席 你便可以名正言顺 坐上主席的位置 那时你不用我教 也知怎样做了吧 心中暗叹 先决条件 虚实机会服 永远不在现身人世 朱斯蒂脸色温和了一点 轻轻道 大将内所有资料都给破坏了 你准备怎样不救呢 卡尔夫男瞥了翟斯菲一眼 苦笑道 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领袖一号追结回来 接着双目寒光一闪道 我才不幸斗不过一副机器 朱斯蒂勉强振起精神道 我安抚了机会服的亲信后 会回到领袖二号去 希望我们能忠诚合作 否则谁都活不了 卡尔夫男回复了平日的深沉冷静 微微一笑道 这个自然 向翟斯菲打个招呼 两人斜冲上天 望东去了 朱斯蒂叹了一口气 收拾情怀 朝正向他飞来的一支部队赶去 押韵方舟和珊娜丽娃的船队 飞进模仿朱玉智头型轮廓的美女头颅的香唇里 毫不停留来到那个头型 位于前额的奇异空间去 香内的方舟 泛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朱玉智的精神力量 忽然千百倍的增强了 紧紧锁着他的能量 不由骇然大惊 四感延伸下 立即察觉到 他与一个超级智能系统连接在一起 两者间互为不符 那等落着机器界 舒玉智活了过来 而舒玉智 则拥有着超级智能系统的一切功用 方舟经不住魂飞魄散 这是他想也未想过的事 他原以为 只要抓到机会 便可轻易控制了人性实验室的智能中心 就像那趟在喜马拉雅山的联邦研究院那样 诗诗然邪美离去 怎想得到舒玉智有此一整 在他的思感分析下 舒玉智和那智能系统的联系 牵涉到精神力的一面 除非他能控制了这厉害女人的心神 否则休想把那联络切断 没有一个人的精神是相同的 比指纹和人的外貌更千变万化 更具特质 这具在人性实验室的超级智能系统 便拥有辨认人类精神特质的能力 对舒玉智 他就像一条忠心的狗 绝不会接受主人以外任何人的命令 除非能找到 那辨识精神的中心 加以破坏 否则方舟亦无能为力 但要找到那辨识中心 首先就要破入这智能系统里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由于有舒玉智在 他根本全无办到的方法 这是智能系统一项惊天动地的突破 把人和机器紧密地连接起来 方舟心中叫苦 正要把这骇人的发现通知机会浮蚀 才发觉私感进一步出人性实验室的最外层 似乎又回到火鸟星的老日子里 只能被动地等待灾难的来临 不同处事 以前他只担心自己一个人 现在却要多担心他的两个小甜心 若给巴斯基侮辱了 他们也完了 舒玉智美丽的玉蓉 出现在透明的香盖处 向他展现了一个动人的笑容 无比温柔地道 你想办没有知觉吗 我就让你得偿所愿吧 方舟心之不妙 盲运具所有能量 保护着脑神经内一个半公分见方的威系部分 果然强大的反太阳能流能 由舒玉智按在箱上的一对鲜美玉手 狂潮般凶了如来 方舟凛然一阵 所有感官全失去了知觉 但那受保护的部分 却仍不为影响 使他能勉强保持一丝灵明 静待反击的机会 不过他私感的能力 却被限制着 只能在那神经附近的区域活动 更不要说 去指挥他体内那庞大的能量了 舒玉智显然尚未有能力 侦查到那部分的情况 满意地向巴斯基笑道 你们可以去搜捕那随意战士了 这个人就交给我 不用一个乐圆心悦的时间 我便可以识破他所有秘密和阴子密码 那时整个联邦 就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巴斯基大笑道 当我回来时 小姐当可把珊娜丽娃的美丽肉体 由随意机内包取出来 让她享受到改造人的滋味吧 其他摩亚等人一起迎笑起来 充满疯狂和变态的神气 执政垂下头来 掩饰心中真正的情绪 他愈来愈不明白 舒玉智为何要与这些改造人同流合污了 以他的力量 大可取而代之 或控制了他们 建立自己的王国 他愿意为舒玉智做任何事 却不愿他和巴斯基这穷凶极恶的改造人之王有任何关系 船队降落到停机坪上 大哼号的尾舱门打了开来 两个球箱像给一对无形的手托着斑平滑地移了出来 朝大殿飞去 在这里 舒玉智和他的宝贝主宰着一切 从没有人试过 成功逃出去 但方舟会是唯一的例外吗 舒玉智脚步粘地地飘进大殿里 来到囚禁着方舟和珊娜丽娃的球箱的上空 球箱的盖子打了开来 方舟和珊娜丽娃同时升到半空中 舒玉智的美目闪着亮光 一到方舟上 灼热的眼神 缓缓扫过方舟 满足地探到 宝贝我儿 可以开始分析的程序了 大殿历史陷进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接着 几十道不同颜色的强光照在两人身上 方舟的衣服空气般溶解 露出他赤裸的身体 珊娜丽娃的随意姬 却变成了透明的肌肉 包裹着他动人的肉体 先毫毕露 半点也不能掩藏起来 舒玉智的娇笑声响彻整个空间 色光不住变化 无数奇怪的图像和数字 在四周的空间不住显现 就像一个不具实质的怪梦 方舟正在艰苦奋斗 他奋斗的短暂目标主要有两个 首先就是 不让舒玉智 迫使他精神大力能的秘密 其次就是要阻止宝贝 掌握随意姬的结构 否则若让舒玉智 成功由随意姬 取出珊娜丽娃这块可口的美食 珊娜丽娃便将受到改造人的鱼肉了 而这两件事 必须偷偷进行 不可让舒玉智和宝贝知道 是他暗中在弄鬼 否则 他们便被迫 要以另一种方法对付他们了 要做到秘密行事 他必须先把握宝贝与舒玉智探查和分析的方法及能量波段 那他才可以设计出一种输送能量的方法 避过他们的耳目 这当然不容易做到 却非没有可能 因为舒玉智和宝贝的联合力量 已钻入了他的神经系统里 不断收集资料和情报 只要是在他体内的东西 他便有方法去把握和改变 他的思感逐分逐寸地扩大 逐点逐低地去 重新成为自己能量的主宰 舒玉智现在正探查他最原始的嗅觉神经 那是位于后脑的部分 再仍未清净到其他部分来 所以他必须争取时间 先夺回其他部位的控制权 同时 亦要为敌人炮制点困难 使他们生出疑惑和进退失聚 砰 黑暗里爆出一团火光 色光幻影同时消去 大殿在柔和的黄芒中显现了出来 方舟和珊娜丽娃 两人仍然凝定在半空里 舒玉智本是悠闲地坐在他殿心的宝座里 这时挺直腰肢 以免疑惑之色 宝贝平静的声音响起到 这人的嗅觉系统非常奇怪 一般人之所能嗅到气味 与分子的几何形状有密切关系 例如 色香气味的分子是圆盘形的 嵌入椭圆的嗅觉细胞时 会使人嗅到色香的气味 薄荷气味的分子是蝎形分子 嵌入同型的细胞里便生出薄荷味 可是方舟的嗅觉神经内的细胞 却没有一定的形体 不住改变 那是否代表它根本嗅不到任何气味呢 书役知道 这并非最奇怪的所在 为何我们的能量 会被反击回来 烧掉了你一组能量单位呢 宝贝道 我仍未找到原因 刚才我正对目标 进行一般的鼻黏膜神经末梢测测试 于普通人来说 只要刺激八个神经末梢 便可引起神经的反应 不过 若要嗅闻到任何气味 却至少要唤醒四十个嗅觉的神经末梢 但当我同时刺激方舟鼻黏膜的四十个神经末梢时 那些相应的细胞一起生出抗力 把能量反撞回来 造成能量的短路 引致了轻微的爆炸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书彧智笑道 情况看来预示有趣了 分析会出乎意外的艰困 不过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亦是值得的 接着冷然道 分析继续进行 大殿暗黑下去 色光再现 方舟暗暗偷笑 他趁敌人注意力转移的时间 成功地把能量完全置于控制之下 还成功地模拟出仍然受制的情况 能量随私感运转起来 就在爆炸发生时 书彧提质比光速快了一丝的速度 那是书彧智和宝贝的质感能力外的速度 由这个开始 他又可以随意运用他的能量了 但仍有两个问题 需待解决 首先 纵使超越了光速 他也没法溢出人性实验室庞大的立场保护罩 就算有飞船或人离开实验室 他虽可以负于其上逃出去 但出口关闭时 他的私感能量便立刻被截断 戴然损耗了一节能量 第二个问题更严重 就是他自问敌不过书彧智 更不要说书彧智和宝贝联手的力量了 现在他唯一的优势是 敌人仍未摸清他的底牌 一赞无意把他杀害 他只能斗智 绝不可逗理 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就是把宝贝资料库的内容全部据为己有 那就等于 拥有了人性实验室 自开始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了 那会是多么有趣的一回事 探测能又再次进入他的脑神经来了 方舟暗叫医生来得好 斯坦钻入了珊娜丽娃的随意机里 游入了他神经内 只唤醒了思考的区分 珊娜丽娃立即由人工睡眠中苏醒过来 持有一组细胞开始活动 其他负责各种感官的细胞 依然沉睡着 即管以方舟的能量 尚未能穿透随意机的保护罩 但纯精神的思感 却不受限制 立场 其实是由多重的能量罩组成 根据联邦研究院的资料 当能量曾厚达十八重时 便可将宇宙所有已知的能量隔绝 但那需要庞大和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 在方舟的遭遇里 只有机会服的领袖一号 巴斯基那两艘魔鬼渔行飞船 罪恶号和堕落号 以及疏欲制的人性实验室 有这种最先进的设备 使它超光速的死感 亦难以透露 随意机虽是超时代的产品 但由于受能量限制 保护罩只有五重能量层 不过由于设计巧妙 不同性质的能量层互为不符 使立场力量倍增 所以才可以赞保着它的主人 但因为珊娜丽娃 那副随意机内的主能源消耗的一滴不胜 现在全赖后备能源支持 施埃不了多少时候 所以方舟才要这么急切的 先解决它这方面的危机 方舟换道 小甜心 我是方舟 珊娜丽娃心神一阵 细胞开始活跃起来 就像在梦境里般 只有神经的某部分动作 身体和感官仍保持在沉睡的状态里 方舟道 不要醒来 只需静心听我说话 珊娜丽娃的心灵硬道 人家在听着呢 舒玉智低贺道 停止 大殿回复柔和的光明 舒玉智飘了起身 来到山那丽娃旁道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为何他的随意机忽然把我们的能量完全吸收了进去 还据为己有 使我们再分析不到任何东西 宝贝平静地答道 对不起 我并不能提供答案 舒玉智默然伴赏 叹了一口气道 我或者是太轻敌了 没有想过 随意机 竟拥有可以吸收和转化能量的设备 照目前的情况看 就算我们动用最先进的激光刀 没有几百个地球时 休想能破开随意机 宝贝道 请母亲只是该采取的行动 舒玉智悠悠叹了一口气 陈寅伴赏后道 先把珊娜丽娃送进你的囚室里 带我想的新方法再对付吧 现在我们集中全力对付这火鸟星超人 它比珊娜丽娃重要上千百倍 珊娜丽娃立时移动起来 没入了一边似非实体的墙壁去 不留半点痕迹 舒玉智凌空转身 看着悬浮空中的方舟 叹了一口气道 若伊一般的方法 我们可能永远也把握不到它的秘密 哪有人似它的脑系包般千变万化 叫人全无方法去探寻捉摸呢 宝贝道 我提议把它解剖 将不同的部分放进维生器里 附加分析和研究 舒玉智淡淡道 这只是列为最后的方法 哎 人之所以能成为人 方舟之所以能成为方舟 并非因为这些不住更新的细胞或器官 而是某种超乎于这些物质之上的精神体 那才是生命的本质 亦是我最感兴趣的奥秘 这么快弄死它 会使我们错失了最重要的探寻关键 深吸一口气后道 给它穿上衣服后 再把它唤醒过来 我要在右眼房接见它 第三卷 第四章 龙凤斗志 机会服摇身一变 成了个叫做拿丹被他收拾了的乐园战士 不但取得了他所有装备 模拟了他身份晶片 还有他的记忆细胞里 榨取了所有资料 随时于改造美女杀银之旁 这时 他们处身在东区一号军事基地 最大的指挥中心的最上层 四边都是 可调整远近的透明视野木墙 可俯瞰整个基地的情景 堕落号 和罪恶号搏在基地的正中处 即使多了这两艘超巨型的飞船 一望无际的基地 仍是绰有欲余的 容纳下其他百多艘大小型不同的飞船 就像个飞船的露天展览会 人造太阳 在这地底基地的上空闪耀着 机会服有立即把跟前一切毁掉的冲动 不过 那当然只是灯鹅扑火的盲目行为 直到这一刻 他才发觉到巴斯基真正的可怕实力 巴斯基的船队转飞回来 降落到堕落号之旁 这批雨内威力最庞大的改造人 鱼罐游飞船走了出来 登上了罪恶号查查 发生了什么问题 基地处所有侦察系统 忙碌地工作着 搜索可能入侵者的影踪 机会服伪装的拿丹 坐在指挥塔的控制台前 负责传讯的工作 沙银恶魔多姿地到他身旁 发出一连串指令 机会服一一半途 巴斯基的声音在指挥塔内响起道 沙银 你认为究竟是方舟 还是那随意战士在搞鬼 沙银答道 恐怕只有方舟才有那种超凡的能力 而且随意战士逃命都来不及 怎还能神不知兔不觉登上罪恶号做破坏 若真是他做的手脚 总该找到破坏的痕迹吧 但现在却半点一样的情况都没有 巴斯基沉默起来 机会服心中暗笑 任他们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是他和方舟在联手弄鬼 嗯 方舟这家伙即狡猾又厉害 幸好他不是敌人 嗨 想到这里又不由身体一热 方舟涌起甜思思的羞人感觉 这是非常含有的情绪 沙银历时生出感应 看了这英俊的手下一眼 呼得靠了过来 半边胸脯压在他肩头上 轻笑道 拿丹 你这坏人 竟在这个时刻 对人家起了性冲动 机会服大吃一惊 一边暗责自己 一边收敛心神 自己怎有性冲动呢 充其量只是有点感觉罢了 这方舟真是害人不浅 指挥塔内其他四名改造人 和四十名多名工作人员 都朝机会服望过来 幸好这时巴斯基的声音再次响起到 我同意杀银的想法 精神搜索太损精神力了 若平白用在这荒兴东区里 短期内亦将难再施展 去探寻敌人的精神烙印 顿了顿须道 杀银你随我们回到乐园二号去 这里的事 就交给摩亚处理 机会服暗叫不妙 自己这杀银的得力助手 岂非又要回到乐园二号去 而且 若巴斯基等改造人 把精神连结起来 恐怕顺眼 便可把这劲在跟前夕辨认出来 怎办才好呢 岂知杀银轻轻道 大亨 杀银可否留在这里 处理罪恶号 嗯 人家快要找到问题 发生在什么地方了呢 到最后两句 已是鸣着 向巴斯基撒娇了 巴斯基显然非常宠纵杀银 邪笑起来道 小骚货 昂对方舟动了春心 不过 你能否享受 这火鸟星超人的信种 需由玉智小姐决定 我也帮不上忙 沙银喜道 大亨答应了 巴斯基叹道 怎忍心拒绝你这妮子 希望你能梦想成真吧 接着巴斯基等人 离开罪恶号 乘着堕落号 由上空张开的出口离去 机会浮想到了很多事 在这之前 他的想象是改造人都是没有人性的恶魔 但现在他不但发现了造尖 真切的感情 还有自身对沙银的体会 发觉他们 渴求伴侣和爱遇 所以会对自己的 哎 性冲动生出反应 这与联邦研究院 对改造人的研究结果大不相同 难道树玉智成功的把改造人在家改良 否则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沙银的先手温柔地搭上他的肩头 轻道 拿单 随我来 机会福星叫天啊 怎么办才好呢 假若他要和我交配 这回真的糟头 方舟的身体开始变化 逐渐变回原本那健硕和充满狂野魅力的体型和外貌 这并非是他刻意去回复本来的样子 而是在能量被禁止后 他再不能运用能量去保持和稳定那伪装 为了取信书玉智 他任由这变回原形的过程自然的发生 当宝贝把他送入了一处奇怪的地方后 他早变回以前的样了 然后他醒了过来 他装作回复知觉的 从带着弹力和柔软玄空的平台地面爬了起来 前方百多米外有个长卵形的大细缝 中间欠着一个闪动着奇异色光 直径达五十米的立体大圆球 成蓝晶莹 朔朔声光 无数根状的巨型神经线 平白外的上下四方 往着圆体延伸过去 连结在一起 美丽的书玉智 书笛出现在他前方右侧处 寒笑看着他 柔声道 方舟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方舟盘膝坐了下来 摸摸身柔软的白袍 淡淡道 这不是一只眼睛的内部吗 书玉智对他的冷静并不奇怪 点头道 正确点说 这是我的眼睛 是依照我的眼睛建造出来的 指着那些连接到眸同的神经线道 这些视觉精神把瞳孔接到后面一个交叉点去 使这只眼与另一只眼连结起来 再通往脑内的视觉细胞区去 这双眼睛负责的只是收集光线 真正看到东西 需要靠这些细胞 所以 就算闭上眼睛 我们仍能靠余像或想象力看到东西 又或在梦里看到 便我们如痴如醉的美丽景象 他的声音悦耳动听 便像情人间的款款声弹 美眸则默默含情 使方舟最明知他对自己不怀好意 仍忍不住饱餐秀色 希望他不停地说下去 这美女对他的魅力与吸引绝不下于珊娜丽娃或机会福 书玉智继续柔声道 至于黑白和色彩 却纯粹是人类主观的体验 靠的是你后方 由一亿两千五百万个感状细胞和七百万个圆锥细胞组成的视网膜 前者负责辨别黑白和明暗 后者则能分析出明亮而充满色彩的视觉 当光线由眸瞳进入 经由神经线送到视网膜 神经细胞立即把影像以电话反应 传送到脑坡的视觉皮层 使我们看到了东西 方舟微笑道 你不愧为人性实验室的主持人 说起这些事来充满着深圈动人的感情 书玉智美眸灼热起来 并飘到他身旁 差点是贴着他身体的一个优美的姿势 坐了下来 长袍下露出一对完美无瑕 白嫩滑的小腿 凝视着他道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生命和进化更奇妙呢 只是从人类眼睛生长在头部前方这特点 便可把人类归纳在生物里裂着的框子里 只有这方式才能在这多姿多彩的世界挑出猎物 准确地对出焦点 加以追捕 与此相反是被猎者 他们的眼睛大多长于头部两侧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广阔的龟野 好避开敌人的偷袭和捕猎 所以人类注定了是侵略者和猎人 方舟苦笑道 虽怪我会被捉了到这里来 人类似乎还有这个不放过同类的劣根性 书玉智垂下俏脸 悠悠道 让人家向你道歉好吗 你对玉智实在太重要了 若你肯好好和人家合作 什么我也可以答应你 方舟 明知他是口秘附件 暗存此时不占占他便宜 实有为天理人情 同时可看看 有没有方法分他心神 使他与宝贝隔离开来 那说不定可破人宝贝的资料库去盗宝了 假若能窒息书玉智 为何如此厉害的秘密 至少可有点还击的能力 方舟探手出去 扶上他滑腻的光头 温柔地道 你这个可爱的脑袋内 究竟想着些什么对付我的脚迹呢 书玉智郊躯轻颤 却没有阻止他大胆的侵犯 美眸蒙上一阵瑕彩 如梦如幻 这五千年来 方舟还是第一个 与他有身体直接接触的人 那种感觉既新鲜又刺激 一阵迷糊后 猛然醒来 可是对他的爱抚 仍感到无比的享受 方舟按照可惜 他刚才故意以轻微的能量 刺激他的神经 使他生出性的冲动 哪知他的自制力如此强大 失神片刻后 立即回醒过来 使他的计划难以进行下去 不过爱抚着他的光头 却是很高的触觉享受 他有着强烈的反应 这可见于他生命磁场的扩大 和色彩的变异上 方舟的生命磁场 也加强了活动 包卷过去 与他的生命磁场混融一体 书玉智 啊 一声 张开了美丽的小嘴 胶躯一阵陡颤 就若波平如尽地 水起了无数涟漪 颇有点难以自持 方舟的手移视到他后颈 爱不释手地搓揉着 脸孔同时凑了过去 嘴唇在他粉嫩的脸蛋 不停轻轻开擦着 书玉智的呼吸急速起来 抗议道 方舟 不要这样 我们好好谈谈 方舟的大嘴往他香唇游移过去 啪的一声 书玉智的身体亮了起来 方舟触电般弹了开去 他滚到十米之外才爬了起来 不满道 又说什么都答应我 轻轻嘴有什么大不了 书玉智完全回复了他悠闲从容的神态 扑斥笑道 看你啊 像个得不到心爱完辈的大孩子 你先和玉智合作 人家才可让你为所欲为 这才是公平交易嘛 方舟气得被转了身道 跟你合作了后 怎知你会否把我宰了 书玉智移了过来 到了他身后 双膝跪地 小嘴凑到他耳旁道 你终肯承认一直在玩把戏 瞒过我们的侦察了 山那利娃那副随意击吸收能量 也是你动的手脚吧 你根本没有昏迷 也没有失去活动的能力 对吗 方舟大为凛然 这女人真是精明的惊人 叹了一口气 往后挨在他动人的肉体上 还故意枕在他柔软胶挺的苏胸处 点头道 你全部猜对了 坦白说 你虽可把我困在这里 可是却全无对付我的办法 书玉智看着他大占自己的便宜 皱眉道 刚才受的教训 还不可以令你收敛些吗 方舟大叹倒霉 这些磁场美丽的女人 像机会服 心欠亚 诱惑郑臣 靠着的这个美女 为何都像对男女两性间的关系不感兴趣的样子 山那利娃时 不是给他威逼利诱 也绝不会与他发生肉体关系 这和火鸟心以前的女人是多么不同 她们就像只为两性间的欢爱而生存 想起刚才的教训 他时有有余悸 只好坐直身体 狠狠道 你对我这么好 我必定有所回报的 书玉智轻笑起来 两手按在他宽阔雄伟的肩头上 柔声道 不要生气好吗 我们先弄清楚一件事 就是我有杀死你的能力 只要我把改造人召来 凭他们连接起来的精神力量 就可知道你动弹不得 一筹莫展 说不定还可识破你身体内所有秘密 想试试看吗 方舟雅然是孝道 当然想试炼 你召人来吧 你或者可以杀死我 但只是或者 可是要凭这方法来识破我生命的秘密 只是痴人说梦 不幸尽管试试看 书玉智绣眸寒芒一闪 恨得牙痒痒地道 你这死人 这样和人家斗气 与你有什么好处呢 方舟挣脱他的御手 转过身学他般跪了起来 看着他能迷死任何男人的交姿 微笑道 来 让我们先交配 再谈其他条件 以书玉智的修养 在他那藏着无比毅力的眼睛 注视下 仍经不住意乱情迷 方心一乱下 郊区已给对方搂个结实 动人的感觉潮水般涌来 冲击着他的身心 方舟大喜 送出司感能 同时往他香唇吻去 山那丽娃一直在苦候着方舟的指示 书玉智虽猜到方舟在他身上动了手脚 但仍没有猜到 方舟把能量注入了他的随意机心脏去 能量又像血液般在随意机里运行着 导弹虽发射的一枚不剩 但近距离的物质激光 远距离的脉冲质子极数和机内所有装备 全部恢复了运作的能力 他再次成为了威力无比的随意展示 现在 宝贝的侦察系统已测不破他在随意机内的状况 使他生出安全的感觉 就在这时 方舟的声音在他心内响起到 小甜心 快动手 山大利娃同时感到一直压制着他的重力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喜下随意机内的侦察系统在刹那间扫描了四周的环境 经过辨认分析和把握的程序后 反物质激光烈射在左旁有百多层不同合成金属造成的后夹壁上 反侦察系统同一时间把宝贝监视着他的观察器破坏 后夹壁不断分解 山大利娃调整着反物质光的范围 一个可容忍穿过的圆形凹位不断深陷进去 不一会陷出了一个小洞来 仍不断扩大着 就在这要命的时刻 重力在压体而来 刺到瘫痪性的极数 从四脚积尸而来 拉在他的随意基处 山大利娃惨哼一声 掉往三米下的地上去 机会福芳心忐忑地随沙盈来到基地的空旷处 朝着一组战车走去 四周的战士举手敬礼 沙盈横了他眼道 这么紧张干什么 和我上床是那么可怕的吗 谁不知道我是最温柔多情的改造人 机会福的随意基脸孔红了起来 敷衍地点了点头 沙盈得意地娇笑 一手挽着他臂弯 半边身子挨着他轻轻道 放心吧 我只是要人陪我到实验室去见小姐 助他对付方舟吧 机会福大喜过望 暗叹竟有着美妙的运道降临 沙盈身上的传话器响了起来道 沙盈打架 请立即到罪恶号的智能心脏来 我们找到出现问题的地方了 机会福恨的差点想把那说话的人杀死 降到跟前的幸运忽悠飞走了 第三卷 第五章 大斗魔窟 方舟瞬息着舒玉智撩然的香舌 能量一重又一重地送入他的神经里 生命磁场与他的合而为一 生出最令人心颤神秘的变化 舒玉智剧烈振抖着 胶体发软 他的丝感已比光速更高的速度 刹那间钻入了宝贝的核心去 把他珍贵的资料扫描和复制 在记忆区化为新的细胞 他一心多用 脑神经已超乎任何人想象的高速运作者 一双手趁机肆无忌惮 在对方丰满的肉体 不规矩起来 正身庆德计时 耀木的强光在两人间爆起 方舟猝不及防下 惨叫一声 整个人给抛了起来 重重掉到十多米外的地面 恰是悬空台的边沿处 一时再爬不起来 舒玉智飘了起来 一对美目杀气大盛 玉蓉回复平静 冷冷看着方舟 道 宝贝 你没有事吧 宝贝的声音响起道 我不知道 刚才方舟的能量 瘫痪了我的能量中心 割断了我和母亲你的联系 所以我并不知道他曾做过什么破坏 现在我所有运作全改由自动系统操作 舒玉智俏脸泛起了一层寒光 下令道 立即做自我检视 然后恢复对实验室的全面控制 才向我报告 宝贝领命进行 舒玉智落到平台地面 缓缓往方舟移去 冷冷道 方舟 这是你自找 不要怪我舒玉智 辣手无情 方舟硬声爬了起来 焦急地摇手道 可然儿请听我几句话 舒玉智想不到 他中了自己能锁牢他神经的激流后 仍可活动自如 吃了一惊 牢牢瞪着他 方舟信心大增 他刚从宝贝处得到有关武器的资料 所以才能这么快回复过他现在已清楚 舒玉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造人 最主要的改造就是他的神经系统 在某一个程度上 他的神经结构有点跟他类似 能量也是来自天上的太阳 太阳能经由他的大脑皮层吸收 再注入他分布全身的神经线去 而他脑内的思考中心 可把能量随意转换成各种可怕的攻击能量 由身体任何部位发射出来 克敌取胜 只是这个发现 已使方舟欢欣若狂 因为他不但吸收能量的方法 此他更有效 储藏的能量也比他多上十多倍 所以只要能掌握他转换能量的秘密 他便可以如法施围 把他压服 最恼人的是他只复制了宝贝内四分之一的资料 而其中并不包括这最重要的秘密 就给舒玉智把他差点击婚了 舒玉智身体的感官全被强化了 却不是改造人那种方式 而是一种能量的强化 在一般的情况下 他绝不会动情 但方舟却是他这方面的克星 只是磁场的接触 依可使他生出愈先愈死的滋味 而方舟体内庞大的太阳能 也能刺激他体内同类型的能量 使他难以自持 重新尝到男女缠绵的感觉 一时方心失手 着了方舟的道 他心里明白 自己是有点爱上方舟了 所以 他才这么愤恨 抛开一切 希望 趁自己仍可下手之前 杀死方舟 在研究他的秘密 但方舟忽然回醒过来 还对他从容说话 又使他犹豫起来 不知怎么办才好 方舟向他走来 舒玉智失常地尖叫道 不要动 珊娜丽娃的护照亮了起来 风挡着强大的极数 同时努力往上升 啪的一声 破开了的小洞口四周 早先被反物质激光弄薄了的部分 受不住激光的冲击 碎裂开来 重力流一出去 压力拒减下 刹那利娃 差点弹上了尸体 忙降下来 发动空间转移器 嗖的一声 来到了洞外的圆形通道里 这是超级电脑宝贝庞大身体的内部 圆形管子 左边通往舒玉智那大殿去 右端通往人性实验室的其他区域 刹那利娃不敢迟疑 往右端全速飞去 机会服务随着杀赢 来到罪恶号命名为 越南的智能系统的核心处 基地内的八名改造战士 和十多个科研人员 全集中到这宽广的密室里 四壁是闪着亮光突出来的立体方格子 上下则是两个泛着筋芒的大圆圈 机会服刚才依照方舟指示 潜到这资料库来进行了彻底的破坏 沙银不禁越南这心脏地带时 众人均速立静里 他温和地道 发生了什么事 地位最高的科研人员攻进地道 资料库内所有记忆细胞 全给人以激光破坏了 沙银色变道 你能肯定吗? 那人答道 绝对肯定 沙银下令道 立即通知大亨 告诉他敌人来了这里 机会扶一颗心直沉下去 当巴斯基回来后 他就要无所遁形了 方舟愕然望着树玉智 他猛然惊觉到自己的失态 深吸一口气 让情绪放松下来 轻轻道 站在那里说吧 方舟一摆手道 我不说了 因为我感应到 你要杀死我这唯一能令你动情的男人的决心 舒玉智冷冷道 你真的不智 连唯一可改变我决心的机会都放过了 砰的一声 银芒由他体内往四方发射出 疏又回缩 再抱作一团银芒 将他紧紧包裹起来 方舟大感头痛 这银芒究竟是怎来的呢 为何他的私感也摸不清楚 其中虚实 逃命要紧 方舟怪一叫声 一个倒翻 越离平台 往下顿去 舒玉智一阵娇笑 如影复刑惦即追去 刹那间 来至急速下坠的方舟后 四米许处 银芒烈闪 皱往他的背脊去 他这次是存心杀他 自比上次要生情他 更易放手示威 巴斯基速立在乐园二号基地内情报局的大唐中心 冷冷看着正门处 两旁是182个改造战士 包括摩亚和丹尼桑 这对左右手在内 改造战士仍以男性战绝大多数 其中有35个是女性 方舟来石屠玉的歌情亦在其中 除了留住荒兴的24名改造战士 和被派出去负责不同任务的36人 所有巴斯基的改造手下 全集中到这里来了 可知 巴斯基是如何重视 这个漏网的随意战士 一位身穿能抵御激光的甲州的大将 手捧头盔 大步踏了进来 到了巴斯基面前下跪至近道 所有密党全部落网 请大亨只是下一步行动 这大将是改造人外最高级的战士 是唯一非改造大将 名字叫勒汉 本身原是一股窮凶极恶的太公海盗的首领 被联军追捕得急了 又开罪了太公海盗里的女皇黑风后 走投无路下 领着五千名手下 投靠巴斯基 这批海盗战斗力极强 在巴斯基的军团里 仅次于改造战士 编成了第一战斗师 由巴斯基直接指挥 属清兵团里一个战斗单位 平时驻扎在乐园一号星 这次被调了来负责搜捕密党的任务 巴斯基淡淡道 全部处决 乐汉应命起立 摩亚亚然道 大亨 为何不把他们送到人性实验室做实验品 巴斯基冷冷道 我不想给执政有任何反对的机会 哼 我要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丹尼桑忍不住道 这是显然有小姐站在背后支持 大亨这么做 不怕小姐不高兴吗 巴斯基双目闪过复杂的神色 沉吟半晌厚道 小姐有了方舟 其他一切都不会放在心上 乐汉 楚爵立即进行 乐汉临面去 摩亚一到巴斯基旁 低声说了几句话 巴斯基把刚要不出门外的乐汉喝止住 道 留下那心千亚和丁阳 我要见见他们 乐汉答应一声 出门去了 不一会在八名战士压戒下 红瑶来到大堂里 当他看到 有若一座崇山般触立眼前的巴斯基和两旁的一百多个改造战士 双膝一软 跪倒地上 吓得说不出话来 所有人的眼光 全集中到 他丰满和充满生命力的动人肉体上 巴斯基眼露齐光 上下打量了他好一会后 出气地温和道 给我站起来 红瑶勉力站了起来 郊区扔不住斗颤 在罪恶乐园 巴斯基是高不可攀的权力代表 何况他想 也未想过 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可怕的改造人 巴斯基柔声道 你立了大功 为什么还要害怕 谁不知道巴斯基是赏罚分明的人 红瑶见他神态友善 感觉好过了些 挺起苏兄 向巴斯基抛了个媚眼 巴斯基微微一笑道 你有什么要求 红瑶很想说 我想离开你这鬼星星 但知道若说出来 恐怕会立即被送往人性实验室做实验品 暗叹一口气 吹头道 我希望能做大亨的清兵 巴斯基点头道 好吧 由现在开始 就随在我身边吧 红瑶呆了一呆 咀嚼着他这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含义 指望不是要陪他睡觉 就谢天谢地了 步履升起 他扭头望去 刚好与丁阳带着深刻厌恶和仇恨的眼神相遇 心中一须 忙转过头来 垂下了俏脸 心中不由想起 另一个被他出卖了的方舟 重改造人 看到丁阳身旁的辛茜亚 眼睛都亮了起来 丁阳和辛茜亚在另八名战时压戒下 脸色苍白如死人 眼中闪着恐惧的光芒 不由自主地在巴斯基前跪了下来 巴斯基一对锐目闪过残忍冷酷的神色 抱和道 你两可知道背叛我的后果 两人漠然不语 死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在这肉在砧板上的时刻 时饭不着和巴斯基抬杠 另一改造人宁笑道 你们听不到大亨在问你们吗 还是辛茜亚有种 猛地抬起头来道 我们无话可说 任凭大亨处置 巴斯基仰天一阵狂笑 点头道 好 我便让你们多活一会 待看了方舟的遭遇 才对付你们 转头向摩亚道 你对这女人有没有欲趣 摩亚尚未回答 辛茜亚骇然尖叫道 不 重改造人都大笑起来 对她的惶恐感到有趣 传声器恰在此时响起道 紧急传训 沙银大将要立即和大亨对话 众人均感愕然 难道荒星出了事 珊娜丽娃在管道迅疾飞掠 两手平身 反物质光束汇集成流 刺在近端合成金属门上 金属门迅速溶解下 珊娜丽娃护照亮了起来 冲了出去 外面是个奇异的半圆形空间 满步不知名 和形状各异的仪器 与出口相对的一边 共分八层 每层 均被透明木墙封着 里面有无数的人员忙碌的工作 警钟大名 珊娜丽娃暗教不好 知道因自己没有适当的身份晶片 立即被实验室无处不在的侦察系统辨别出来 十多道激光分由这半圆形空间的各个角落射来 珊娜丽娃猛一咬牙发动了空间转移器的自动闪避系统 左闪右躲 反物质激光朝中间一层的透明木墙刺去 他必须尽快找到方舟 然后试试可否逃出这可怕的地方 方舟书弟横移避过了书玉智的攻击 大笑道 美人儿啊 为何对我这么拉手无情呢 书玉智在银芒团里现身出来 娇笑道 因为人家爱得你发狂 恨不得把你吃了脸 方舟在闪过他另一道攻击 落到一条直径达八米的巨型连接眼球和视网膜的神经线上 哈哈笑道 吃也有很多种吃法 让我教你这小乖乖那最美妙的一种吧 书玉智凝定半空 冷哼道 死到临头 还要嚼舌根 占我便宜 银芒忽然扩大 把方舟包卷其中 那曾使方舟失手背琴的能量网 层层叠叠紧裹着他 岂知方舟竟得意洋洋道 失陪了 忽然沉入了神经线里 容眉不见 书玉智看呆了眼 他怎能做到 这根本没有可能的事 这些模拟视觉神经造出来的管道 是由这星系内开采出来几种稀有金属配置而成 砖石输送能量到牟铜 积蓄满庞大的能量后 再由铜人发射出去 可摧毁任何不怀好意的敌传 比一般合成金属造成的加层护墙更坚固 就算方舟有最厉害的激光刀 也要费一箱功夫 才可破开一道缺口 哪知这小子 竟像墨在溶液里般 轻易便溜了进去 怎不叫他大吃一惊 能量网收了回来 书玉智落到立州立身处 方心大乱 因为方舟忽然在他的思感神经 消失得无影无踪 便他完全摸不到他的位置 爱中在这时想了起 宝贝的声音响起道 完成了自我检查程序 资料库约有四分之一资料被破坏了 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书玉智恨得差点咬碎银牙 娇斥道 立即和我一起搜捕方舟 宝贝道 珊娜丽娃逃了出来 正在一号实验室 与我们的战士激战 书玉智回复冷静 下令道 珊娜丽娃 由胡乐和她的人应付 我们的目标是方舟 胡乐是常驻实验室的八个改造战士的头头 是与琳玛同级的改造战士 宝贝一生遵命 能量与书玉智结合起来 方舟的位置再次出现在书玉智的死感神经上 正迅速往一号实验室移去 书玉智叫了声不好 迅速后退 围进了视网膜上一个事实现出的洞里去 珊娜丽娃 此刻正在生死存亡危及关头 一号实验室的第五层 变成了凌乱的战场 工作人员仓皇由个出口溜了出去 代之而来是数不清穿上全身护甲的战士 他们的武器都以激光刀为主 奋不顾身往珊娜丽娃攻来 一时激光飞射 护盾和护照的强盲不断亮起 广阔的楼层间内所有仪器 控制台 实验物 化学剂 全部遭殃 被角光破成碎粉 和分解做空气微子 珊娜丽娃连挡五道激光 刺破了敌人一个护照 在对方护甲碎裂当场惨死后 皱破了天花板 升上了第六层去 一圈鸿芒迎面应来 轰的一声 珊娜丽娃给可怕的冲力 撞得倒飞开去 背脊撞到木墙才滑了下来 若非有随意击护体 只是这一下 就可叫她全身骨肉碎裂 不过也够她瘦的了 眼貌惊心 一时不知身处何方 眼前人影闪动 四名改造人朝她略智 每人手上发出一道鸿芒 到了层间中心 会呈另一圈鸿芒 向她发动第二轮强弓 珊娜丽娃心道 难怪如此厉害 原来是四个改造战士 联手示威 正要举顿护体 同时以弓制弓 射出反物质光东时 脑神经末地一阵剧痛 全身发软 再不听她的指示 碰 能量盲圈直击身上 随意照报起一棚强盲 勉强抵住敌人强大的攻势 强大的冲力 带着珊娜丽娃 再次撞到后面的透明木墙去 木墙哪受得起这种狂暴的能量流 立即粉碎 珊娜丽娃惨叫一声 给抛出墙外的空间 断线风筝式的朝上掉去 四名改造战士 闪电追念而来 往她追去 众人知道 她一时再无还击之力 各自发出能量竖向她攻去 丝毫不与她 喘息之山那里娃星叫完了 她的脑部乱成一片 根本不能指挥随意机的运作 连起开自动系统 亦有所不能 更何况 刚才护照损耗甚至 尚未回复最低的水平 如何可抵挡敌人呢 眼看没命 呼得身体一轻 竟来到了方舟有力的怀抱里 脑筋同时回复清明 随意击澎湃着强大的能量 方舟以鬼魅般的速度 在敌人的攻击下 左闪右移 还凑在她耳旁道 小甜心 快让我看看 你的真样 山那丽娃 天的心底可渗出蜜糖来 积随念转 立即便回那副 娇艳迷人的模样 和玲珑浮屠的身段 那身装束 则化为银色的太空衣 这正是随意机 被名为随意的理由 可厚可薄 千变万化 方舟欢呼一声 舒递退后 抱着山那丽娃 墨镜背后坚硬的臂上 那圈紧坠而来的鸿芒印 在她末入处 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可是方舟和山那丽娃 早已无影无踪了 四名改造人 瞪目结舌看着那缺口 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难道两人竟变成了 等若没有实体的威子 否则怎能穿墙月壁 方舟和山那丽娃 的确变成了威子 那是一种空间的能量转移和重组 她先以私感 选出能量转移的位置 例如视觉神经内的空间 又或现在臂内宝贝体内的能量输送管道 然后以能量把自己和山那丽娃 分解成以异技能在分子内那微空间 穿行的威子单位 以光速穿越 到了那选定的位置后 再重组起来 便回方舟和山那 这四是轻松容易 其实却牵涉到复杂无比的程序 和庞大的能量 除非是有立场封闭的阻隔 这巧妙的方法 却能令她穿墙月壁 这奇迹她 还是刚有宝贝的资料库中领悟来的 那是其中有关人体物质组成的方式 有了这认识后 她才可以进行分解和重组的程序 在某一程度上 她把自己和山那丽娃 变成了接近丝感能的能量体 这种改变物质形态的方式 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梦想 古代的炼金术 便是希望通过物质的改变 将繁铁变成宝贵的黄金 方舟此时抱着山那丽娃 在管道里迅速奔行 当再次施展秘法 由管道融入了另一个米剑方四壁 竟是充满电子一板的空间后 方舟拥着山那丽娃 落到密封空间的地板上 松了一口气道 暂时安全了 山那丽娃一声欢呼 搂紧了她 又怀疑地道 宝贝不知我们 到了她身体这里吗 方舟道 只要我们不移动 宝贝便侦查不到我们的存在 因为我的思感能截断她的探测波 山那丽娃用尽气力 深情看着她的眼睛 柔情似水地道 她不是可凭找门消失的位置 叹息我们是在附近吗 方舟笑道 附近在这么多地方 他们要逐一搜查 将要费很多功夫 所以暂时我们是安全的 哎 可惜这方法并不能穿过实验室最外层的保护墙 来 先亲个嘴 山那丽娃毫不犹豫线上相吻 缠绵了议会后 山那丽娃脸红耳赤地离开了她的嘴唇 喘着气道 方舟啊 快点想办法离开吧 若主席落在巴斯基的手上 就糟了 方舟大胆头痛道 只是那舒玉智我打她不过 何况还有巴斯基和那么多厉害的改造人 山那丽娃撒娇道 你一定有办法的 方舟道 办法一 就是破坏这个大头颅外层的保护墙 不过舒玉智这么精明 一定想得到 我们此意着 所以 山那丽娃颓然道 就算她猜不到 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力强的控制中心 就是实验室的能源中心 必定有同级的力强保护者 根本无法进入 你怕也没有方法 截断那庞大的能量流 方舟同意的点头 忽然两眼亮了起来 一把将她报警了叫起来道 我想到方法了 第三卷 第六章 逃出升天 报告大将 人性实验室 进入了紧急状态 重复一次 在基地指挥中心内的沙银色便道 难道方舟竟逃了出来 她的改造人副手约颜易信道 我们要不要派人复原 沙银摇头道 小姐应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任何情况 何况还有胡勒等 八人和过千精锐的战士 实验室插可密封起来 找们还是管这里的事吧 伸手搭在正座于控制台处的机会笑道 通知大亨 被看她什么时候到达 机会服务既担心方舟和山那利娃 又可怜自己的处境 心中苦笑下发出电讯 她下了决定 戴曾只要把握到时机 便不择手段地行刺巴斯基 情愿轰裂战死 也绝不肯让自己的清白之躯 落到巴斯基手上 在她悠长的一生中 还是出自现身如此绝望的境地 舒玉智俏立在她的大殿内 皱眉道 有什么发现 胡乐的声音 由对话器传过来道 这火鸟星人的确神通广大 连气味分子都没有半个留下来 我们会继续搜索的了 沉寂请客后 宝贝声音响起道 母亲 我找到他们的位置了 他们移动得很缓慢 正登上我大脑皮层的视觉曲曲 舒玉智愕然道 他们到那里单身吗 他当然知道 宝贝没有答案 下令道 胡乐听令 立即把整个大脑皮层封锁 我要亲自去对付他们 话尚未完 早没入垫顶里 方舟和山那娃 手牵着手 破开一道门 冲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里 人脑主要作用区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前脑 中脑 和后脑 前脑包括大脑的两边半球 其下方的秋脑和下秋脑 后脑指的是眼髓和小脑 中脑主要是负责人类的视觉 三个部分成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 大脑皮层是遮盖着大脑半球的灰质回旋状物质表层 专则协调及各种高级的神经活动功能 不同的区域负责不同的任务 其中的视觉区正是眼睛的控制中心 书育质 这座人性实验室 实在是史无先例的伟大创举 模仿人脑建成 本身便是一个超级电脑 拥有人脑的所有功能 而不只是做个样子 宝贝代表了书育质研究人脑的野心 每当实验室有了新的发现 它便已知改善宝贝的构造 当有一天 宝贝成功地活了过来 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创力 说不定江科把整个宇宙改变 改造人只是被他利用去达置这远大目标的工具而已 宝贝是永远不曾背叛书育质的 且在某一程度上 宝贝就是书育质 而书育质就是宝贝 方舟的私感 无时无刻不再侦查着宝贝和敌人的活动 这时 直到被发现行踪 再无顾忌叫道 快 珊娜丽娃全速配合着它 疏忽间穿过圆筒型的通道 来到了布满无数细胞的庞大空间里 但见电光闪射 色彩变化 晶晶诡异非常 无数树根状的神经线 由四方八面延伸过来 连接到大小不同的各组细胞去 还有些触包 却自由地在这梦境般的空间浮游动着 方舟拉着珊娜丽娃 急朝位于空间正中 一团直径达百米的巨型细胞组掠去 叫道 快点 妖妇来了 珊娜丽娃暗蠢人家不想快点吗 不过她未经觉得有方舟在身旁 整个世界都光明起来 什么危险都不用害怕了 银芒一闪 电光斑由后方积射而至 方舟哈哈一笑道 小乖乖 找秦王来了 把能量涌入珊娜丽娃随意记的能源心脏 珊娜丽娃仍未知发生什么事实 千百道反物质能量芒 由她随意记不同部分射了出去 像千百条灵蛇般 在她两人身后支撑一张巨伞 挡着了书玉智的杀手 轰 光雨炸开 鸡蛋往上下八方 书玉智力斥一声 变成一球银芒 书弟破开散网 往两人激射而来 方舟一声长笑 重施故技 在书玉智眼睁睁下 两人眉进了位于大脑皮层的视觉控制中心里去 书玉智气的翘脸发白 仰手发出一道强芒 往向无数粉团 粘成一堆的视觉控制中心咒去 碰 银芒向四方八面折射开去 化成点点光雨 部分反往书玉智洒来 碰上她护体的狼芒 像烟花般暴闪着 书玉智想不到 方舟尽可以送出能量 把控制中心保护的 比铜墙铁壁更牢固 闷雷师的声音 由控制中心隐隐传来 书玉智骇然失色 她这才猜到 方舟打的是什么主意 不过已太迟了 庞大的能量 由连接的千百条神经线 输入控制中心里 接着盘旋击中 再通过其中最粗状的 一条神经线 以惊人的高速通往左眼球 再由张开的铜仁发射出去 方舟和珊娜丽娃 两人在加强了的护照保护里 刹那间给射出了 人性实验室 来到地底野园的上空 人造太阳在天上 散发着金黄的光辉 两人一声欢呼 全速朝罪恶号所在的基地飞去 机会服冷静地 看着巴斯基的堕落号 从天而降 缓缓落在罪恶号之旁 他站在沙银和几个改造人之旁 列队欢迎巴斯基的来临 堕落号尚未落到基地上 船侧的四十个太空舱 全张了开来 飞出无数的改造战士 和巴斯基清兵团的特种部队 迅速抵达地面 列成十多组人 敏捷而有效率 机会服毫不经意 全神贯注着巴斯基出现 身上导弹均蓄势待发 堕落号终于停定在罪恶号旁的 广阔空间处 主舱门打了开来 巴斯基雄伟的身形一马当先 威风凛凛递不出船外 基地上所有战士一起下跪至尽 机会服按咒一声 跪了下来 巴斯基身后跟着洪摇 和被押解着的丁阳和心切亚两人 机会服猛咬银牙 正要发难时 方舟的声音在他心灵内响起道 小甜心 不要怕 我来了 机会服又惊又喜 心叫道 方舟啊 这里非常危险呢 方舟笑道 我看见了 不要害怕 由我保护 你疼你爱你 唉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妖妇正追我和另一个小甜心 想喘一口气也办不到 机会服又气又心甜 更是拿他没法 基地警号是与此时长明起来 巴斯基待了一待 似在聆听什么似的 然后双目一寒 大喝道 准备战斗 敌人逃出了实验室 正往这处飞来 在这种情况下 便可看出巴斯基军队的训练有素和高效率了 忽然间所有人都移动起来 有的整组数百人同时升到空中 往通道此区的通道一去 其中一半落到罪恶号和堕落号上 首位这两艘飞船 不过他们仍是低估了方舟的能力和令人防不胜防的策略 隆隆声响中 本来像一条死鱼般失去了动力的罪恶号 所有灯光全亮了起来 射于船体的武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本要飞往拦截方舟的巴斯基 骇然叫道 堕落号小心 化身未完 罪恶号光芒闪动 百多门大口径的死光炮 二百台导弹发射器和五百艇较小型的激光束流一起发射 目标包括 在他旁边关闭了护照的堕落号 远近的大小飞船和飞行战车 与其所有移动着的改造战士和弑种部队 刹那间出现的混乱 小人骇然瞠目 情况尚不止此 本在罪恶号内 从事修理人员 没命式的奔逃出来 当然 里面的攻击系统 一直毫不留情 爆炸声响得不绝 战船战车 给冲击的四玩具般 在广阔基地翻卷打转 爆成碎粉 天空的战士给气带的像落叶般飞舞 诱惑分解为分子 灰飞烟灭 罪恶号还喷出能瘫痪所有追踪侦察的气体 基地立誓给陷进了漫满墨鱼之般的黑雾里 谁想得到方舟有此能耐 丁阳和兴茜亚两人先撞在一起 接着堕落号巨跳了一下 把两人游落船的扶梯抛到了池上去 跌得两人浑身疼痛 忽然发觉身后多了个人 机会扶得悦耳的声音响起道 我是方舟的朋友 快随我来 两人这时目不能视 兴茜亚喜道 到哪里去 旁边红摇的声音叫道 救我 扑了过来 刚好拉着丁阳的手臂 丁阳心中意软 不忍把他挥开 轰轰轰 强烈的爆炸油 堕落号的一侧响起 烈焰冲天而上 狂暴的气流 把四人同时抛上天空时 机会扶伸手抓着丁 新二人 带着红鸟 横往 罪恶号掠去 心中祈祷 方舟这时 至仅要没把他们当作是敌人就好了 方舟和山那利娃 这时正冒着枪林弹雨 冲进基地上空的黑雾里 后方紧追着书玉智 执政和那以胡乐为首的八名改造战士 其他的人 只能在远方望主心探 方舟的能量 源源不绝 输往山那利娃 再由他的随意机往四周发射 千百道反物质光东 真是使党者披靡 碰 前方光雨暴闪 借着巴斯基凌空而至 眼中 闪着近乎疯狂的怨恨 他身旁 还有丹尼桑 摩亚和沙银 这最厉害的三名改造人 一道鸿芒由巴斯基胸口射出 在空中不停转动 往方舟和山那利娃卷来 纵使在黑雾里 在近距离下 仍不能影响改造人 比常人胜上百倍的势力 方舟早领教过巴斯基的厉害 知道凭他二人若做正面交锋 一时间决胜不过这四个属改造人中的绝顶高手 何况四周全是敌人 后面又有个更厉害的书玉智 哈哈一笑 闪电下坠 横移开去 启持巴斯基的鸿芒 像长了眼睛般 向下一卷 追了上来 射在方舟背上 护照差点给炸成碎粉 两人一声大叫 断线风筝般往前抛去 反避过了丹尼桑等人 揭续而至的攻击 巴斯基等正要乘胜追击 眼前强光烈闪 原来罪恶号过半的攻击武器 正调转枪头 对准他们发动射击 巴斯基等怪叫连连 在鸡芒极树中 左闪右臂 运顿挡阁 再难做寸净 方舟和山大利娃 趁机由地上跳了起来 往罪恶号掠去 方舟的私杆 能操控着罪恶号的控制中心 发出关闭所有太空舱和出入口的指令 呼啸声由远而近 舒玉智那团银芒 以无可比拟的高速 来到巴斯基旁 伸出先手 赤道 快 巴斯基赶忙握住他柔软的御手 银芒红芒幽的卷缠一起 扩大成一个比舒玉智那团银芒大了近十倍金光闪烁的能量团 紧追而至的执政和最接近的杀赢 剑撞盲头进金芒球团里 金芒更是壮大 把所有攻击全挡住了 四人齐声大鹤 化作一道长虹 往罪恶号头去 方舟和山那利娃 这事刚抢入罪恶号内 后面的闸门恰恰关上 罪恶号往上腾升 冲天起 方舟的司杆 能瞬眼间钻入了基地的控制塔的操控系统 把天闸打了开来 罪恶号像只脱离球龙的巨鸟 呼的一声 由天闸一往长空 不断增速 朝外空飞去 机会福这时领着丁阳 新欠亚和红瑶赶道 见面下均欢心若狂 山那利娃和机会福 患难与共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恍惚着拥作一团 丁阳 新欠亚 红瑶 见到变了样子的方舟 愕然止步 呆瞧着她 方舟张开手来 笑道 不认得老朋友的真面目吗 丁阳和新欠亚 认得她的声音 喜得扑了过来 互相搂抱 方舟还趁机吻了新欠亚的脸蛋 只有红瑶做了亏心事 尴尬立在一旁 不知所措 方舟乃会计较 放开丁阳和新欠亚 一到红瑶前 一把将她搂紧到 在恶势力下 人曾被迫做不愿意的事 没有人会怪老板娘的 红瑶一阵感动 翘脸 埋在她宽肩上 哭了起来 忽然一想由飞船头端的飞行控制舱船来 众人同时色变 方舟一呆道 不好 有敌人到了船上来 此时 罪恶号刚脱离了这双星系统的立场 溢进了广阔无边的外太空去 第三卷 第七章 困兽苦战 众人此时正在飞船贯通船身的主到正中处 欢喜之情 顿化作《七倍》和《金句》 机会笑道 他们是谁 方舟茫然摇头 道 他们的精神力连结起来 变得非常庞大 我无法延伸进去 机会福亥然道 那定是书玉智或巴斯基来了 其他人哪会这么厉害 丁阳等待看着机会福 到现在他们仍弄不清楚机会福和珊娜丽娃是谁 方舟呼出一口凉气 忽悠嘻嘻一笑道 机主席 快让我看看你的俏样 新欠亚等齐声惊呼 难道这个可做甜美女生 却样貌普通的男子 就是掌握着联邦百多亿人命运的机会福 机会福美好气道 方舟大哥呀 这是生死关头 若我猜得不凯 敌人正在驾驶室内设法截断越南对飞船的控制 该以人手操控 现在乐园星系 仍在肉眼可查的范围内 他们应可把飞船驶回去的 众人恍然 难怪敌人到这一刻 仍不来对付他们 方舟苦笑道 那是又要动手了 鸡大姐不给我一些奖赏鼓励吗 机会福咒没到 先别说这些 你难道不可以利用飞船内的攻击系统对付他们吗 方舟探道 早是过了 整个控制中心的攻击系统都不止给他们用什么方法瘫痪了 全无反应 想起舒玉智和巴斯基的厉害 珊娜丽娃游有余记道 除了动手拼个真章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方舟一耸肩膊 潇洒地道 看来是这样了 眼神落在机会福身上 露出灼热的渴望 机会福白了他一眼 随意机生出变化 献出娇媚爵士的艳容和骄傲的身段体态 随意机在身体的部分 画作了雪白的太空衣 丁阳看得双目发光 新欠亚和红瑶亦射出虫目的神色 这个像女神般一向高高在上的领袖 竟出现在伸手可出的近处 还和他们亲切交谈 怎不叫他们心神激荡 方舟瞳孔放置最大的尺寸 肆无忌惮地在他的胶容和动体上寻意 正色道 机主席弄错了 我指的鼓励是你的香吻 机会扶翘脸飞红 横他一眼 大臣道 去你的大头鬼 转身朝船头走去 方舟正要跟进 新欠亚尖叫道 我们怎么办呢 方舟笑道 你们先到船上的武备士 把自己武装起来 然后溜到雨眠士等待我们 只要飞船进入反空间的旅航 这场仗 我们便赢了 书育智 巴斯基 执政和杀银四人 正忙碌地进行他们的计划 他们已成功截断了 越南对飞船航行大部分控制 现在剩下就是动力系统的部分 也是最艰难的环节 一个不好 会引起传毁人亡的大灾难 书育智这时坐在指挥中心的控制台前 凝视着眼前以百计的动力显示仪的运作情况 不断发出指令 指挥巴斯基等三人 把一组连接着飞行仪的线路截断时 呼急促叫道 停手 敌人来了 三人由甲板下的地势跳了出来 与书育智其网入口一去 风声响起 方舟在机会福和珊娜丽娃陪同下 飞进控制人堂来 对着他们的巨型视野闲窗外 是深黑无尽的星空 书育智等见到机会福 无不大吃一惊 巴斯基宁笑道 原来是机主席清零 难怪要叫我们吃上大亏了 机会福回复了他的清冷自若 冷冷看着书育智 白然道 书院长原来到了这里 来与堕落大亨同流合污 怪不得一点有关你的消息 都没有 书育智微微一笑道 不要再称 我做院长了 想起那段日子 育智便要后悔 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光阴 方舟嬉嬉一笑道 少说废话 不若让找门话敌为友 吃一顿太空大餐后 互说珍重再见 才是最聪明的事 沙银扑斥一笑道 原来是个傻子 方舟眼光落到他身上 眼睛顿时亮起来道 改造人也有这么美的磁场 真是世间罕见 巴斯基冷哼一声道 你才是废话连篇 好了 既然你是自动受负 还是由我们把你宰了才运回去 书育智娇叫道 他们是希望我们愈多废话愈好 好让飞船增速至超光速 进入反空间急速飞航 去死吧 银芒在线 以千计的芒光 向之丝般由芒球飞出 往三人卷缠过来 机会服一声骄斥 两枚反物质导弹 分别往书育智和巴斯基电射而去 方舟两手探出 握着这对美女的御手 心中泛起销魂石骨的感觉 私感能却同时延伸到两女体内 无可避免的正面交锋终于开始 争夺的是飞船的控制权 双方都急着要打倒对方 方舟等自然不能任由书育智他们 截断越南对飞船的控制 书育智和巴斯基一方 更不能袖手 让飞船进入反空间的飞航 因为那时 他们除了躲进雨棉箱外 再无塌法 飞船这时 离开了乐园星系 超过一亿公里的距离 不过相比至于星际间的遥阔 这仍是微不足道的短程 方舟的能量虽然非常巨大 仍没法向史明月后 突然进入反空间急速飞航班 如法视为 在这大了千倍以上的超巨型宇航舰上 书育智和巴斯基同时冷哼一声 分别撤起足球般大的银芒球和鸿芒球 把向他们击视而来的威形导弹裹着 往横送去 轰轰两声巨响 整艘飞船聚震起来 银球和红球撞到两旁壁上 爆起两盆光雨 激箭四射 一时整个控制大唐 全是银红交杂的盲点 仪器纷纷爆炸碎裂 导弹爆炸引起的激流 回荡全场 方舟和两女三位一体 升到大唐半空中 反物质激光阳光般 往敌人洒上去 书役智美目奇光电闪 与巴斯基携手携飞而上 正面迎击对手 同时叫道 你们两人赶快去越南的感应中心 切断所有联系 方舟长笑道 能这么容易吗 奋出两道极数 以螺旋形的转动卷 往直 杀两人 一般激光都是直线前射 只有当私感能强大制可驾驭光束时 才可以顺着心意使激光做出千变万化 随心所欲的攻击方式 像这种螺旋式的攻势 光束的能量更积聚和集中 叫敌人难以抵挡 执政和杀银撤出护盾 正要挡戈 书役智一声娇斥 奋出两团银红交错的盲光 恰好积在方舟的激芒前端处 两棚光与弹网四方 发出闷雷式的轰鸣 主控制台分裂成碎粉 可见这些能量毁灭性的威力 执政和杀银乘机由下方溢出门外 方舟三人忙于自顾 哪还有空礼会两人 护照扩大 与直冲上来的书役智和巴斯基仪撞到一块 五人同时发出惨叫 相撞处浓然巨响 巨大的能量交际摩擦 发出太阳般的药木光芒 上下甲板首先遭殃 炸成了碎粉 强暴的气流 把整个空的仪器 装备 夹 全部绞成碎粉 五人分了开来 分向四方抛跌开去 猛撞在身后的墙壁上 巴斯基雄伟的躯体 撞到视野弦窗处 发出爆炸般的响声 全船剧烈抖震起来 灯光熄灭 旋又亮起红光 动用了后备能源 飞船系统大部分瘫痪下来 只有飞行动力 维生系和立场尚未受损 陈屑弥漫着两层均破开了的遭劫灾场 方舟撞到后方门旁的尖壁处 滑到地上 全身疼痛欲裂 大叫道 住手 书玉智这时滚到墙角 也尖叫道 住手 巴斯基不愧为最厉害的改造人 掉在地上 立刻又跳了起来 狂怒道 先杀了这火鸟星混蛋再说 凌空往方舟掠去 机会服勉力由墙角跳了起来 反物质光速机射往巴斯基 巴斯基气得差点疯了 鸿芒改向机会服的极数银上 山那利瓦也发动攻击 由另一方攻制 巴斯基无奈退了回去 落在书玉智旁大叫道 小姐 先干掉他们再说 书玉智叹了一口气道 我已发出命令 这他们两人转回来了 现在这艘破船 谁都驾驶不了 是吗 方舟 方舟站了起来 苦笑道 是的 现在所有宇航仪器 包括逃生系统 全被我们合作愉快地破坏了 甚至想要它停下来 也办不到 巴斯基色便道 这样增速下去 我们迟早会进入反问的急速飞航 若停不下来 岂飞永远困在反空间内 个人同时大惊失色 书玉智道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反应炉破坏掉 飞船自然会停来 山那利瓦尖叫道 不 那太危险了 现在反应炉的能量 已达至饱和状态 任何试图改变的行动 都可能会惹其毁灭性的分子连锁爆炸 那时谁都活不了 巴斯基宁笑道 我偏要试试看 总好过进入反空间那活坟墓里 机会拂冷笑道 你当然想飞船停下来 那你的部署便可来救你了 我却情愿到反空间碰运气 试试反击理论是否存在 总好过落到你的手上 所谓反击理论 纯粹是一种假设 就是 反空间航行 是不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的 那并不是说 反空间是有止境 而是它与正空间宇宙内的黑洞有关系 当飞船在反空间内 遇上真通正反空间的黑洞时 便会被吸射进去 疏吐出来 不过这情况从未发生过 谁也不知道 是否真有这回事 与其发生时 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书玉智双目寒光一闪道 本小姐才没有兴趣 陪你去发疯 方舟嬉嬉笑道 不想陪 也是没法子的了 刚才试过我们 谁都胜不过对方 你想破坏动力系统 先要闯过老子这一关 巴斯基沉声道 你或者说得对 但杀赢和执政回来后 便是两回事了 机会拂笑道 或者你可打倒我们 不过这艘破船 也要宣告完蛋 那时 就算你手下的所有飞船都出来寻你 恐怕找到你时 拔门的大亨 早变成尊责的干尸了 双方唇枪舌剑 各不相让 一阵娇笑由上方传来 沙银和执政缓缓降下 执政还斜着昏迷了的心欠压 方舟一呆道 另外两个人呢 沙银两人带着心欠压 退到舒玉智和巴斯基旁 沙银笑道 捉着一个还不够吗 这妮子真大胆 竟想暗算我们 方舟道 你想拿它怎样 沙银向他飞了一个魅眼 得意地道 当然是要来威胁你了 还不把飞船停下来 我知道你定有方法影响反应堆里分子的运作 舒玉智和巴斯基精神大振 知道是当局者迷 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 方舟也没有可能做到 忘了方舟 却是非比常人 舒玉智丝毫不给方舟考虑的机会 道 现在我开始数十生 方舟若仍不行 执政你立即把心欠压杀了 绝不要犹豫 一 二 三 方舟和两女对望一眼 都不知因如何处理 新欠压身影一声 醒了过来 历史发觉处境不妙 巴斯基宁笑道 方舟 这样的美人儿 忍心看着他死在跟前吗 七 八 九 方舟大叫道 好了 我就把飞船停下来 不过我要警告你 停下来后 就不能再次发动 那时我们就要 在这虚空漂流了 山那利娃摇头道 不 飞船会继续在没有摩擦力的虚空横速前进 直至到达另一个星系 被引力吸了过去 执政欲出一口气道 比起广阔的宇宙 星体有弱 相隔了万亿里的微尘 我们可能一亿年都不会靠近任何星系 书玉智冷然道 不要说废话了 总比进入反空间好一点 那处可能一亿个一亿年都遇不上更稀有的黑洞 巴斯基赫道 还不把飞船停下来 哄 整艘飞船拒震了一下 众人愕然 望往视野咸窗之外 一艘形状怪异无比的巨型飞船 由右侧弦往他们俯冲而至 第三卷 第八章 调戏风后 来袭的飞船长达二千米 皱看过去 像只巨大的金属黑风 圆筒型的船体 在中间处 撑出每边各星层曲起的透明机翼 船尾节节缩少 到后延展出尖锥 在空中 移动之飘忽南侧 叫人一箭心寒 巴斯基和机会福 同时叫起来道 是风后战船 书役制色变道 方舟快还击 风后战船寒忙连闪 罪恶号整艘船 给轰得左倾右侧 有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 山那里娃跟枪撞在一边壁上 惊叫道 方舟快点 保护罩能迅速下降了 方舟苦笑道 越南与飞船武器系统的联系早完蛋了 怎么还击 众人此时才知 事态严重至此 若让这恶名 醉住的太空海盗之后 毁掉护罩后 再来击炮 那在这船内的敌我双方 就休想有人能幸免了 丁阳和红瑶 这时也跌跌撞撞冲了进来 茫然不知所措 执政叹了一口气 放开了心欠压 他叫了一声 直奔入方舟怀里 方舟温香软玉抱满怀时 飞船又在中炮轻测 那种无情的阵力 把所有人全抛离甲板 跌到地上 丁阳更差点由甲板的破洞 掉到下层去 舒玉智尖叫道 方舟 你既有减速方法 定有增速的方法 巴斯基瑟便道 那起飞更快进入反空间里 西惠福怒道 蠢人 一线希望总好过 立即没命吧 又是连续两次矩阵 舱臂颤动不休 谁都知道 再挨不下多炮 方舟大叫道 来 我们大家牵着手 我要借助所有人的能量才行 舒玉智飞扑过来 牵着他的手 巴斯基颓然叹了一口气 在另一边拉起舒玉智的手 接着是杀银和执政 方舟这边 自然是机会福 和珊娜丽娃 丁阳等三人 只能在旁甘瞪念 敌人一轮连珠炮火后 有左弦掠过 绕了个圈 再再右弦出现 以胜利者的姿态 同速并排而进 却没有攻击 封后剑延处灯光 按着某一节奏和方式闪动了 这是宇宙航行里最惯用的灯号传讯 特别适用于被罪恶号这种有强大护照和厚重合成金属重力壁 连声波也透不进去的飞船 沙银道 他要我们打开通话器 保证不会攻击 方舟这时 正不断接收着众人身上输来的精神力和能量 文言道 想不听从都不行 最紧要拖延时间 众人都没有说话 方舟街上越南 开启了装载外舱的通话器 接着 一阵焦笑在破舱内响起道 我是黑风后 罪恶号内的人员 立即报上你们的身份和目的地 声音低沉性感 另有一番郁媚 书玉智的声音在方舟神经内响起道 你能否由对方的通话器钻入黑风后的舰上 控制他船上的智能系统 方舟苦笑 以心灵传话回去道 早是过了 那系统由三百多人分工操纵着 在这种情况下 绝控制不了那系统的 黑风后的声音在响起 这次带了点怒气 韩声道 这是最后机会 立即回答 庞大的能量不断流进体内 并以螺旋式的方法 缓缓结合起来 方舟大声道 我们只是一群游乐园心 逃出来的无名小卒 全部有六百五十二人 目的地还没有想过 大坏蛋巴斯基的堕落号 正追着我们来 你们最好也找地方躲躲 心中也觉得好笑 若他把实情相告 说机会符合堕落大亨 正和他手牵手站在一起 保证黑风后死都不肯相信 巴斯基听他 当面叫自己做大坏蛋 却只能哑然苦忍 为之啼笑皆非 但当想到被他损毁了的堕落号 双目又亮起深刻的仇恨 机会福等 则为之瓦尔方舟 这人真是顽皮爱闹 飞风后到四星了大半 因为若飞游 不懂控制飞船的人驾驶 怎会完全没有还击之力 笑道 不管你们是用什么方法 夺得这巴斯基的黄牌船 立即给本后停下来 我要船不要人 保证可把你们 送到任何想去的星系 众人恍然 原来他要截取的是 这艘中看不用的破船 难怪有闲情来和他们说 方舟引导着斯坦能延伸出去 刹那间钻入反应炉内 一边加速空气物质的吸入 一边激化炉内的威子运动 同时叫道 我们怎能相信你这恶名昭著的女强盗 说不定你把我们扫出太空外 就不算数 不弱 黑风后一阵娇笑 打断他道 你还有的选择吗 再不答应 拔门立即进攻 叫你们船毁人亡 方舟哈哈大笑道 船毁人亡 说得真好 那是你也截不到船了 不弱大种 说再见吧 你既不用浪费弹药 晚上作噩梦时 又少了六百十二条冤魂来铲你 黑风后冷喝道 好大胆 安敢用这种口气和本后说话 便让你们看看我截传的本领 方舟大笑道 你三围的尺码是多少 说时轻轻一捏机会符的手心 还狠狠盯了他苏兄两眼 这才望往右闲的黑风见 机会符差点给气死 又拿他没办法 黑风后呆了一呆 声音变得寒若冰雪 咬牙切齿道 你在发什么疯 方舟嘻嘻一笑道 风后唇边那里美人质 很别致力 黑风后这次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道 你是谁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 方舟竭力保持传速不变 便反应炉的爆裂性力量逐步攀上巅峰 口上胡舟道 这么快就忘记了你的旧情人吗 不过三千多年也不算短时间了 尼尔后 那另一颗小黑点 我便像在昨天才看过 个人虽明知他在乱说一通 好拖延时间 心中仍敢佩服 患了是任何人代替了黑风后 听到这番话 也不会聚下杀手 果然黑风后立声道 你究竟是谁 方舟忍着笑叹道 小宝贝真的伤亡 连和你上了百多次床的男人都忘了 听着 我的名字叫俄迪兰人 念舟般念上几次 你便会记起 我曾寄予过你快乐了 众人 都苦忍着笑 这小子愈说愈放肆了 连巴斯基都为之差点哑然失笑 心中不由减了几分对方舟的恶感 黑风后喃喃道 俄迪兰人 俄迪兰人 方舟笑道 小时被念对了 老子就是俄迪兰人 一级是你的男人了 机会服中忍不住扑斥笑了起来 狠狠捏了他的大手 黑风后怎还不明白方舟在调戏他 力叫道 找死 方舟狂笑道 太迟了 小宝贝再见 下次再和你上床 机具的力量 书弟在反应炉内爆发 船尾抱起一团太阳光般的白芒 飞船的速度以倍数递增 刹那间达到接近光的速度 黑风见上的人只见光芒一闪 罪恶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体人员瞪目结舌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众人松开了手 都有神皮一卷的感觉 能量的损耗太厉害了 书玉智脸露微笑 向仍不肯放开机会服玉手的方舟道 终让我看到你神经内的一些秘密了 方舟握紧机会服柔软的仙手 不让它挣脱 欣然道 彼此彼此 巴斯基冷冷道 还不把船停下来 方舟祈祷 你还有比刚才更多的能量借给我用吗 巴斯基这时才想到这个问题 哑口无言 方舟苦笑道 不出一个小时 我们就曾进入反空间内 要命的话 立即找个雨棉箱躲起来 希望醒来时 不是万万一一年后就好了 岩霸拉着机会服的御手 往外走去 珊娜丽娃来到他另一边 挽起他的手臂 船内无人不拥起可不至极的感觉 两组敌我难分的冤家 分别占用了船中间和船尾两间雨棉市 雨棉市的系统均是独立操作 所以并没有受到越南受损的影响 在船尾的雨棉市内 方舟驻丁阳接上雨棉箱的维生系统后 到了洪瑶的雨棉箱旁 为他检查是否一切安当 洪瑶轻轻道 你真的不怪我吗 方舟伸手在他脸蛋扭了一把 笑道 怎会呢 好好睡一觉吧 在我心中 你永远是那风情万种的老板娘 洪瑶闭上厌眸 涌起两滴恐惧的热泪 颤声道 方舟 我很害怕 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方舟听着飞船不断加速的尖锐笑声 感受着船身波浪般的陡颤 微笑道 放心好了 我以人格担保这是绝不会发生 洪瑶见他说的蛮有把握 燃起一线希望 惊喜道 若你能变我重回到这世界来 我愿为你做任何事 方舟伏下头去 在他唇上吻了一口 低声道 气欧忘了 醒来后 你至少要和我上一次床 现在你的磁场美多了 笑着来道 正为心嵌涯的雨绵相坐 最后解释的山大丽娃和机会扶旁 向心嵌涯道 我的歌后 害怕吗 新千亚白胎眼道 睡觉有什么好怕的 醒不过来 就是做倒霉算了 山那丽娃 往后挨入她怀里 用脸蛋摩擦着她的脸颊 漠然无语 机会扶平静地道 没有时间了 飞船随时会达到光速 快进雨绵香吧 方舟一把将山那丽娃抱了起来 痛吻她香唇 山那丽娃用尽气力搂着她的脖子 忘情地热烈反应者 抵死缠绵 直至被方舟放进雨绵香内 才分了开来 方舟为她弄妥一切后 来到早躺进香内的机会扶旁 深情地看着她 美胜天仙的动人欲容 机会扶默默回望着她 眼神炽热 两人都感到生离死别 黯然浑消的情绪 方舟轻轻道 我们可能就此永别 可以让我闻你一口吗 机会扶一声交迎 举手把她勾了下去 献上阴唇 无可比拟的感觉在 两人间激荡着 四千多年了 这美丽的女领袖 还是首次尝到 这阔别已久的诱人感觉 方舟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香唇 微笑道 我的主席 你情动了 机会扶寒羞道 是又怎样呢 若非知道醒来的可能性 低至令人心寒 人种定不会这么放纵自己的 方舟尴尬地道 对不起 我刚才只是顺口和你说笑 其实我是有方法令飞船 有反空间 回到正空间来的 机会扶力使脸红过耳 炯得无地自容 大臣道 你这混账坏蛋 骗子死鬼 净哄得人家的现吻 爱中大名 飞船剧烈地陡颤起来 使人心惊肉跳 雨绵香盖 开始合拢起来 机会扶吃了一惊 正要催她进入旁边的雨绵香里 起之方舟竟闪了进来 重重压在她动人的肉体上 笑道 我来所报仇了 香盖在她背上合拢起来 隔绝了所有声音 但那种欲驱剧烈的震荡 却是无处比辟 机会扶英宁一声 毫无抗力地 任这家伙 与自己做着最烦蜜的接触 颤声道 你不是 要在这里行凶吧 方舟再吻了她香唇 嬉嬉一笑道 没有主席的命令 我怎敢和你交配 你不是说过 强奸是罪行吗 而且 你也应好好睡一觉了 醒来时 别忘了你曾对我动过真情啊 机会服气道 那只是 见你快要死掉 样子怪可怜的 就当是做好心哄哄你罢了 怎可以认真呢 方舟笑道 那为何 你现在身体的分泌多了这么多 磁场又亮了起来 发出前所莫有的奇异光线 伟大英明的领袖 请解释一下 机会服羞不可疑 狠狠一口咬在她肩头上 方舟嚎叫一声 斧头找她的小嘴道 忍心就咬掉我使坏的舌头吧 机会服整张玉脸烫了起来 叫道 不要胡闹了 你把这条破船送到什么地方去 方舟清醒过来 苦笑道 我根本控制不了她的航道 目的地只能听天由命了 而且没有一千个地球石 恐怕仍不能把它从反空间弄出来 因为我必须利用正壁间最接近的恒星 才有足够能量办到这点 机会笑道 我明白了 因为赵目前的航道 较接近的星系 要在一千光年外的距离才能遇上 但你真能有反空间吸取在正空间内的太阳能量吗 方舟道 一定可以 正反空间就像手掌的正反两面 根本是同一样东西 只要相连 我就可以办到 这方法她 还是由蓝军处领悟回来的 墨地飞船完全静止下来 死亡般的虚无和寂静 又四若飘摇云端 西慧府眼皮垂下 与棉箱的系统接管了她身体和神经的操作 沉睡过去 方舟看着她女神般沉睡般的秀色 心中涌起汪洋大海般的爱意 素女星系的总督府办公室大楼里 总督游历准将和雷波舞及白树三人在密室内就最新的消息商议 天际处虚旋着两艘母舰及飞船 那就是她两人的座驾舰 分别被命名为飞鹰和飞舅 以作保护最高领袖机会服的神鸟 另外还有二十八艘巡洋舰及飞船 体积较小 可是非常灵活 战斗力不可轻视 这是她们在短短一个月内所能截击的最大力量了 机会服流落在天心系的清兵团 一师特种部队全体二万精锐 到了这里来与她们的总指挥雷波舞会合 使她们巡洋舰机的飞船由原本的二十艘骤增至目前的树木 更带来了使她们既迷惑又兴奋的消息 白树文秀的脸容露出难以相信的神色 皱眉道 这是真是奇怪 这么看来 艾神根本没有被祝司帝和卡尔夫男控制 还把假扮主席的人和自理池那坏蛋科学家歼灭了 真棒 艾神竟懂得试用矫技把所有人破理领袖一号 然后向自由主张般飞走了 雷波舞道 不要骗自己了 你和我都知道 那是没有可能的 祝司帝肯定拥有领袖的晶片 配上未来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 没理由控制不了艾神 所以 其中定有一些我们不能明白的环节 唉 真叫人头痛 总督由力沉声道 那是否姬主席真的遇害了呢 这两位对姬会服忠心耿耿 一文一武的大员 其献出黯然之色 答案不言可知 白树沉吟请客 望向雷波舞道 艾妮仍留在船上 会否是他弄得手脚呢 悬又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艾妮有多少精良 他们都是心知肚明 雷波舞的脸色凝重起来 低声道 为何柱四弟到现在仍不趁机公布主席的死讯 那他岂非就可名正言顺由副主席升上主席的宝座吗 白树俱阵了一下 师生叫道 我明白了 他是先要来对付我们 其他两人历时色变 体会到他这判断的含义 假若柱四弟贸然宣布机会服死了 他们定会不惜一切去揭发和反对他 换了别人 他大可置之不理 但白树和雷波舞是机会服的亲信 在联邦军政界有庞大的影响力 在联邦公民中更是声誉如日中天 只烧赐于机会服 他们说出来的话 谁都要先相信了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 联邦议会定有人提出 立即举行大选 那时柱四弟是否仍能胜出 实在是未知之数 而更使他头痛的是 怎能告诉别人是爱神谋杀了机会服 在自行嫁领袖一号逃走了呢 在这情况下 他唯一可仗势的 就是平战近视的武力 先把他们尽数歼灭 那么宣布机会服的死亡时 所会遇到的阻力 会小得多了 说不定 他和总司令敌平上将的战船队 已再来此途中了 维波舞道 你和核心委员会各成员联络的怎样了 联邦在杨马兴之役后 剩下了十八艘主力舰级的飞船 装备和性能 当然以机会服的领袖一号举手 然后轮到驻四弟的领袖二号 其他十六艘这级数的飞船 有十艘是份由核心委员会的驻四弟 和敌平以外的十名成员拥有 所以 若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多一个人便可在实力上 增加了一艘威力强大的战船 那形势便会大为改观 所以 雷波舞才这么紧张 余下的六艘主力舰级飞船 一艘是敌平的座驾司令号 其他五艘则是联邦国五大集成军团重主将的旗舰 这些军团分住在联邦边远殖民心的区域 以应付黑豫人的侵略 虽说敌平是他们顶头上司 但军团的移动必须得机会服点头才行 敌平只附上指挥之时 所以现在反不担心这五大集成军团的问题 在这情况下 更突出了 争取核心委员会其他成员支持的重要性 白树脸上露出奇怪的神色 道 我第一个找的是副院长 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回研究院去 他的院长号 人停泊在地球喜马拉雅山的地上 据他的副将说 有好一段日子 受不到他任何指示和消息了 时间刚好从诺利 在陨石区遇难开始 游历道 其中会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雷破五不欲想破脑袋 追问道 其他人呢 白树有点兴奋道 除了能源部部长利奇 和总务可古鲁夫 这两个住司地的亲信外 其他人全给我联络上 起始时都是半信半疑 但爱神事件后 他们都变得倾向我们这一方 可是你也知 政客是多么懂得看风转舵的 尤其是来 除了情报局局长伊利倩亚 内务卿布韶林 和交通可德里尼 这三个主席的好朋友 兼下属外 其他人恐怕只会采观望态度 帮不上多少忙 雷破五深吸一口气道 假设祝司地和狄平的船队 已再来此途中 那就什么人都帮不上忙了 尤利不解道 核心委员的十二位大臣 均有特权直接和主席对话 知道了爱神事件 不会去寻真相吗 白树苦笑道 祝司地早通知了他们主席的死讯 但暂时全体同意 压制这消息不外放 要到两个月后 地球议会开会时才公布 以免引起整个联邦的恐慌和动乱 诱惑野心家 如堕落大亨的异动 朱司地比任何人都狡猾 借着这种暧昧的形式 正默默地接收着主席的权利 这也是其他大臣 在没有确凿证据前 不敢正式和他闹翻的原因 我们的处境并不乐观哪 三人都敢颓然眷累 这个多月内 心情没有好上一天半日 雷破五叹道 假若他们将我们杀的一个不胜 又把宿女星整个摧毁 再扮作是黑鱼人的大报复 即使我们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亦莫奈他何 若我们分散逃亡 则更易给他逐个击破 那时他在卡尔夫男支持下 索性发动政变 在这人人珍惜生命的今天 只要拥有足够武力 谁都会敢怒不敢言 生命无限的延长 人类的勇气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爱好响起 传讯器传来紧张的声音道 紧急报告 有不明飞物体正在西尾三亿里外 全速飞来 三人呆了一呆 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第三卷 第九章 星空迷航 罪恶号与棉式的自动系统运作起来 仪器板上的曲线表示 睡在雨棉箱人的人体温逐渐升高 体内停顿了的新陈代谢 缓缓复现 显示着呼吸的横隔膜 由完全停顿至 开始上下移动起来 雨棉箱内的调节器 协助着恢复神经细胞的活动 自动注射器 把适当的刺激电话流 送入他们凝固了的血液 神经线 和肌肉里 心跳由无道有 有力地跳跃着 箱盖缓缓张开 机会符最先张开眼来 最先想到的 竟是方舟 那家伙 不是钻进箱来 大占自己便宜吗 接着清醒过来 涌起莫名的恐惧 究竟睡了多久呢 那可能是一万年 一百万年 又或一亿年 假若宇宙真有尽头 说不定他已到达了那里 连接他的雨棉系统自动 松开束缚 机会符交迎一声 由箱底的力能电作了起来 雨棉室的其他雨棉箱 也陆续张了开来 虚析和声音声此起彼落 机会符忍不住轻呼道 方舟 山那丽娃从他的雨棉箱爬了起来 与他四目交头 双方均看出对方的怀疑和恐惧 红遥 新千亚和丁阳也坐起来 独不见方舟 红遥颤声道 现在是多少年后了 众人均露出惧意和疑虑 机会符望往一边闭上 显示时间的原子中 却仍停留在他们进入雨棉的时间和日子上 在反空间里 所有计时器都停止走动 在那里 空间和时间都以一种人类思感之外的奇异方式运作 新千亚欲出一口凉气 观星地道 方舟在哪里 多偶 多偶 船声气气响了起来 众皆愕然 传音系统不是给破坏了吗 这个想法才生起 方舟懒洋洋不大在乎的声音 在传音器响起道 为助各位反空间旅途愉快 请到控制大唐餐宴 各类太空餐应有尽有 包君满意 千万不要错过 你们只睡了一个多月 应该没有打破任何雨棉记录 五人一起欢呼起来 像小孩子般争先恐后爬出雨棉箱 往控制大唐奔去 便若重获新生般的兴高采烈 这或者是联邦历史上最奇怪的早餐 最奇怪的组合 最奇怪的序惠地方 大唐仍是那残破不堪的样子 甲板破了的长阔达五十米的不规则大圆洞 可看到下层的零碎破雾和龙裂起来的地面 偏是在破洞边缘 放了一张方舟 不知由哪里弄来的长餐桌 还放了十张椅子 洁净的白餐布上 放满了精美的太空餐 令人惊异的 并非是这些早夜 而是大唐多了一批新的装置 放满在驾驶台处 还有无数管道和纤维输送线 由那些装置横过破洞的上空 接拨到视野闲窗对面 闭上一个被破开了的方洞里 皱眼看去 实不知延伸到哪处才是尽头 桌上头尾两方 放了两盏照明灯 其他地方则沐浴在暗红的色光里 沙银仰起翘面 看着横过头顶 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接线 扑斥笑道 接驳得真难看 坐在长桌一端的巴斯基 精益地问道 方舟 你没有睡入雨棉箱内吗 否则怎可搬出这套后备宇航装置 还把它与越南连接起来 坐在他左侧的书浴志 美目一彩连闪 凝着那正面对巴斯基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机会幅 左侧的方舟 视野闲窗外 是迷人的星空 不过更令雨座诸人胆颤心寒 那是如此陌生 没有人可认出 以前任何银河系内的熟悉星系 究竟到了宇舟的哪个角落呢 方舟一边扶桌大吃 含糊应道 若连我都睡着了 怎么接驳起这副好家伙 把你们在千多个小时后 带回到这里来 机会扶舟没到 你不是说 可靠附近恒星的能量 把我们送返来吗 方舟笑道 在这点上 我没有骗你 能量再加这急救章的装备 才勉强完成的任务 众人均待瞪着他 书彧智柔声道 你既能在反空间内活动自如 为何不成机 杀死我们四人呢 方舟一呆道 这么好的主意 我竟想也没有想过 不要笑我 我心中只当你 是我患难羽工的好朋友脸 巴斯基呆了起来 沉吟不语 改造人和非改造人 就像天生的仇家 除书役之外 从没有非改造人 向他表示友善 有的只是仇视和惊惧 方舟的神雄和语气 都有种使人绝不敢怀疑的真心诚意 坐在方舟左旁的山那利娃 低声问道 现在我们在哪里呢 这是人人想问的问题 故无不瞪着方舟 方舟伸了个懒腰 大叫道 生命真是美好 只要能活着就美好了 众人都生出感触 方舟说得对 总算仍然生存着 机会服务对方舟的了解 也加深了很多 他来自一个地狱般的星球 与人类的主流文明 完全脱轨 外面这世界 对他来说 无一物事 不是新鲜的经验 他就像九汉逢甘露般 不停去闯 学习和游玩 人类的什么理想 甚至乎道德观念 他不是不在乎 就是不放在心头 于是在旁人眼中 就变成这副潇洒 和玩世不恭的神态 除非生命受到威胁 否则他绝不会伤害任何人 包括想伤害他人在内 这是个绝不记仇的人 山那丽娃称道 你还没回答人家的问题 书彧知道 因为他答不了 山那丽娃 怎会不知答案 星空宇航其中一个难题 就是方向和位置的问题 艾密的宇航仪器 在飞船航行时 最紧要就是确立坐标 再由这坐标 随着飞船的航行 不断计算无时无刻 不再转移的坐标 与四周亮星的光学关系 但反空间航行里 坐标一起不了作用 那时就需以精确至不差毫厘的方向移 来决定目的地 在凭智能系统内的资料 判断出下一个坐标 与那处星空的关系 所以即使有最先进的飞船 到未经探索的星空去 仍是非常危险的事 否则人类早离开银河系了 由此可见 直明星的重要性 失去了仰马星系 银河系核心的银球 变成了遥不可返的迷离世界 罪恶号 在进入反空间航行时 飞航仪器毁掉了大半 不但失去了坐标 还失去了方向 在星球上 纵迷了路 仍是在星球上 若是在太空 偏差了一个秒度 在广阔星空里 便是差之毫厘 可要谬以千亿里计了 所以 就算现在方舟弄好了宇航仪器 接通了越南的资料库 确立了现在的坐标 但在这陌生的空际 仍是茫然不如身在何处 连猜都无从猜起 星千亚呼出一口凉气道 千多个小时 不是千多个反空间单位吗 反空间的单位 以一小时做一光年计 千多个单位 就是过千光年了 光在真空里 可以一秒钟走 三十万公里 一光年相当于九点四六零五 乘以十的十二次方的公里数 千多光年 可是难以想象的距离了 方舟苦道 再成时就差不多了 众人愕然望向他 无不色变 直政亥然道 你再说笑吧 方舟颓然哀悼已被处 摇头道 我不知为何 发生这种事 或者是拔闷的能量太厉害了 引起了分子那一种从末世过的一变 这次飞船在反空间内飞行的速度 比上两次我经验过的反空间飞行 要快了十多倍 所以 每一个地球时 等若十多个反空间单位 沙银双眼透出恐惧的神色 沉声道 你怎计算出来的 方舟道 这是惊艳 我要比上两次 用多了十多倍时间 才可追上反空间内那扭曲了的时间 所以测出了这速度的倍数 众人使明白 为何方舟不敢正面答复珊娜丽娃的问题 机会服不由于对面的书玉智交换了个眼神 深吸一口气道 假设是则真的如此 这将是宇航学商最大的突破了 接着探道 问题是 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告诉别的人 巴斯基的惊脸也暗淡下来 苦笑道 我们究竟身在哪里呢 书玉智旺往往糊壮的成形视野闲窗外 促起秀眉道 我们仍应在直径八万二千光年 厚度六千百光年的银盘内 若到了银运 应该见不到这么密集的星河 山纳丽娃郊区巨震 探手抓着方舟的手臂 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同仁放大 瞪着弦窗外的星空某一星系 颤声道 天哪 我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了 众人一起寻她的目光 往外望去 飞银号和飞救号 在二十八艘巡航舰和过千架飞行战车护一下 在宿女星系的外空布下阵时 准备迎头痛击敌人 白树和游历两人都登上了雷波5的飞银号上 静候敌船的出现 船上五百人员忙碌的工作者 报告不停传来 包括来舰的数目和体积 来的只是一艘飞船 照体积看 应是主力舰级的战船 航舰正以每秒五万公里的速度 在二千万里外朝他们飞来 雷波5道 设法与来舰建立通讯联系 讯号以光速发出 请客后 通话开始的讯号响起 雷波5向着控制台的对话器道 我是雷波5大将 请表明你的身份和目的地 通话器沉寂下来 不宜会再次响起 是艾妮的声音道 大将 只有我一个人 诱惑两个人 这是领袖一号 哎 我是没有恶意的 对不起 我给卡尔夫男控制了 做出天大的错事 对不起 接着是他的痛哭声 众人呆在当场 只懂望着窗外的星空 疏忽间 线条优美至极点 他们既亲切又熟悉的领袖一号 出现在前方 开始时 只是一个微不可查的小点 转眼已清晰可见 尤快至缓 不断接近着 众人 都大敢疑惑 凭艾妮一个人 诱惑两个人 怎可驾动这么复杂的宇航船呢 珊娜丽娃盯着的是夜空里 一粒特别炫目的亮星 在光湖外延 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赤蓝色光 使人狠意把它从其他恒星分别出来 机会福身影一声 叫道 这是有赤蓝魔星之称的造幅变星 又被称为羊马灯塔 因为它离开羊马星 只有时光年 是最接近羊马星的星星 它那种光谱是非常含有的 所谓造幅变星 是亮度在短时间内 例如几天 不断做周期性变化的恒星 这变化 是由物理的原因引起 生出能量辐射的光线变化 众人无不色变 竟然到了黑羽人的地头来了 这时逃也逃不掉 若再来一次反空间飞行 有如盲头乌影 去知另一处万多光年的地方 那更没有回家的希望了 现在这艘飞船 等若一条可任人鱼肉的笨物 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充其量 只能多挨别人挤炮 黑羽人可不同黑风后 后者尚有倒船之意 故而手下留情 前者会全力把任何入侵它领空的敌船摧毁 丁阳亥然道 那可是羊马太阳 执政达道 魔性的亮度太强了 把附近的恒星都遮盖着 所以现在肉眼是看不见的 丁阳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愤然道 谁要和你这骗子说话 执政知道他对自己骗了他加入秘党 仍耿耿于怀 叹了一口气 没有说话 红瑶就像被关燃了世人猛兽的笼子里般 张望了一会后 素爱身子颤声道 为何仍不见黑羽人 如今怎么办才好呢 对联邦人来说 黑羽人是最可怕的噩梦 机会扶神情坚决道 唯一的生路 就是到羊马兴去 沙银尖叫道 是吗 巴斯基却点手道 是的 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只有到那里去 看看有什么方法 透了飞航的资料来 我们就可确立新的坐标 飞回原本的地方去了 众人都敢头皮发麻 现在躲都可能来不及 还要送上门去给人宰割吗 书一志望向方舟道 罪恶号上还有多少架战车 方舟道 有一艘工作船 八艘中型巡鸽舰 四十二辆飞行战车 不过最恶号的能源输送系统损毁了 除非修妥当 否则这些家伙屁股尾都翘不起来 姬慧福和珊娜丽娃 听她措辞比俗 都皱起秀眉 但又对她生动的形容 生出新鲜感 沙银这娇小玲珑的美丽女改造人 显然对方舟很敢去 扑斥笑了起来 还飞了她一惊媚眼 心欠亚子白了她一眼 舒玉智和巴斯基交换了个眼色后 目光缓缓扫过众人 轻轻吐出一口气道 首要之物 是先找一个星球躲起来 设法把飞船可修理的地方修好 那时才想办法 前任杨马兴去吧 山那丽娃眼中 射出渴望的神色 徐徐道 真希望知道杨马兴变成了什么样子 红瑶颤声道 若只是劫后的废墟 那怎么办才好 心欠亚皱眉则道 不要吓人好吗 你这人 总要往坏处去想的 巴斯基不耐烦地向方舟道 飞船的外置武器 还有多少台可用 方舟道 一千五百台攻击和反攻击武器 被黑风后 那恶夫摧毁了大半 其他的若能再次接上 便没有问题 不过 我看没有几个月时间 休想完成这么复杂艰难的事 唉 这叫破坏容易 建设难哪 舒玉智横他一眼 似怪他婆妈 方舟给他看得心中一苏 笑道 不是吗 不动手打架 依我之言吻别 现在你便可在实验室内 和你的宝贝继续自言自语了 机会服务看到舒玉智姓慕原真的样子 心中好笑 道 只好这么办 先将他们弄好 最紧要是能源输送系统 没有小型的飞船 休想接近阳马星 只要知道了那星系的内容 便有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往阳马星去 执政道 你们已有这附近星系的资料 究竟那个星系是一朵藏呢 山那利瓦乃研究院的一级院士 为了提供军方做战略部署 曾仔细研究过这处的星空 达到 欲危险的星系 欲能避过敌人耳目 离开摩星二世光年处 有个叫暗礁的星系 那里的太阳特别狂暴 共有15颗大小行星 和无数陨石 离中心的第八颗行星 中年给奇异的有毒大气包围 这上面只有植物 应是藏身的好地方 方舟道 就让我立即用光谱分析器 把那个星系找出来 嘿 有什么报仇呢 众人哪想到他仍有此一说 愕然看着他 方舟有点尴尬道 对不起 我说顺了口 巴斯基道 快点去办 这么一艘大飞船 怎么瞒得过黑玉人的警戒网 机会扶寄起他来这区域的间谍船 全是一去不回 也紧张起来 则道 爽快点好吗 方舟长身而起 接着虎驱一阵 骇然道 不好 有十多艘黑玉飞船 正有左衔六百万里的空气 朝我们全速飞来 众人一起色变 纷纷离开餐桌 方舟旋又笑道 不用怕 我知道 怎样可以瞒过他们 伸出手来道 这一次 是那两位小姐的御守 片刻后 虚弦空中的巨型飞船 有缓之快 眨眼间 增至亚次光速 朝魔星急飞而去 第三卷 第十章 反空之旅 白树 雷波舞 在仙头部队 进驻了领袖一号 检查过没有问题后 才登上体积借乎巡航舰和飞行战车间的游戏战机飞进领袖一号张开了的太空船物内 护航的是二十辆太空坦克 最小型但最灵活的战斗单位 他们来到控制大堂和指挥中心时 艾妮已被解除了所有武装 垂目待罪而立 两眼早哭得红肿了 雷波舞冷哼一声 向自己这个爱将喝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艾妮将整件事说出来后 雷波舞向白树道 若艾妮肯站到联邦军事法庭的证人台上去 能否使祝司帝和卡尔夫男罪名成立呢 白树知道 机会福尚在人间 兴奋地道 无论他们被判有罪或无罪 对他们的声誉也定有无何估计的打击 那时祝司帝休想得到联邦议会的支持 坐上主席的座位 接着周梅问艾妮道 你怎么把这飞船驶到这里来呢 艾妮茫然道 她是自己飞来的 那时我只想着与船携亡 毫不常我犯下的弥天大错 害死了副院长和诺莉 哪知爱神控制了一切 直飞到这里来 两人听得呆了起来 维波舞道 卡尔夫男用什么方法控制了你 艾妮垂下头去 好一会才到 那是到彩云星系度假时发生的 一天 我到朋友家赴宴 喝了点酒 人便迷糊起来 其中发生过什么事 把脑内一点记忆都没留下来 只记得卡尔夫男那对邪恶的眼神 觉得他是世上最好的人 我要遵照他所有命令 讨好他 使他开心 其他一切再不重要了 白树探道 看来卡尔夫男在对古巫术的研究 有了很大的突破 再配合现代的医治手术和药物 变成了个可操纵别人思想的恶魔 因此 维京令人最头痛的是 他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去 控制其他大臣 拼斗起上来时 我们会连谁是敌人都梦不清楚 雷波武道 不过他的巫术 显然不是无懈可击 否则艾妮就不会醒觉过来了 望向艾妮道 你是怎样脱离 他控制的呢? 艾妮道 傅院长死前的刹那 我感到内心起了变化 有点像由一个噩梦里苏醒过来 但以挫恨难返了 白树道 现在明智之举 莫如到罪恶乐园 把主席接回来 凭他的智慧 定可把事情解决 雷波武正要答话 艾神那把模仿机会服的声音 在大堂内想起道 姬主席并不在罪恶乐园 大堂内全体百多人 无不大吃一惊 艾神不但向人般认听他们说话 还向人般向他们说话 白树骇然道 你是谁 艾神以他一贯平静的声音揉声道 我没有时间向你们解释了 但你们一明白道 我是站在你们这一方的 顿了顿 须道 卡尔夫南的秘密四人军团正朝素女星系飞制 那些飞船都是未来科技 研究出来威力庞大的太空战争堡垒 实力雄厚 他的座驾 黑屋后足可与领袖一号抗衡 我们不宜与他们正面交锋 雷波武道 你又何处得到这么秘密的情报 艾神答道 我通过白里池 吸取了未来科技研究院智能系统内所有资料 才窒息了这些事 时间无多 让我们立即出发去找主席吧 白树道 素女星系又怎么处理呢 艾神道 他的目标只是领袖一号 我们走了 他自然会追来 雷波武问道 主席到了哪里去 艾神道 他应试到了很远的地方 但只要给我时间 我会利用反空间的搜索 找到他随意激发出的反空间讯号波 雷波武当机立断 大喝道 而狼们 准备出发 在人类眼中大无比的罪恶号 在太空里 只向一粒微不足道的沉屑 虽然他已接近光速的高速 飞行着 但在无际无涯的宇宙汪洋里 充其量 只是一条永远抵达不了任何陆岸的小鱼 星系 则像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孤岛群 没有捕捉到行星的太阳 则像不断燃烧着生命的流浪者 在虚空里 人对孤独的感受特别深刻 罪恶号 现在仍能运作的 只有能源 推进系统 维生系统 和钢筋方舟勉强修好的导航系统 左弦窗外 可见到变了形的人马星座 宇宙似乎以事实说明了 由不同的立足点 不同的角度去看着世界 会得到不同的东西 视野闲窗外的正前方 伸展着银河里密密麻麻的繁星 中心处特别密集 在这笔地球 近了一万五千多光年的银河深处 银河中心 由星十一颗太阳 组成的椭圆河球 其壮丽处 令人有洞魄惊心 眼花缭乱的感觉 大群志无法想象和燃烧着的太阳 永恒地 挡着人类的视线 遮盖起银河的中心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行星之所以绕着太阳打转 是因为太阳的引力 整个星系以万一计的太阳 绕着银河的中心 做出各种复杂的运动 那中心究竟有什么奇异的力量呢 这是到现在为止 人未能解开的谜团 所有人的手都牵在一起 能量来回激荡着 众人中当然以洪瑶 丁阳和新倩亚最脆弱 不过方舟特别照顾他们 十多艘黑羽人的飞船 由后方以更快的速度追来 追逐了二千万里后 前方两侧再出现了两组黑羽人的战船 显然由不同的基地赶来 布下了叫他们全无方法逃顿的天罗帝王 方舟的心灵向他们传出讯息 飞船尾端的反应炉一阵震动 令整艘船都发起抖来 刹那间达到了光速 这宇宙速度的上限 除书欲制 巴斯基和机会府外 其他人历史陷进半昏迷的状态 全赖联合的精神能量支持着他们 证明了除方舟外 只有这三个人能以光速去运作他们的神经 方舟调节着能量运转的速度 使之与反应炉内的分子运动同步 进行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的集体反空间旅程 只有靠联合的精神能量 它才能准确地控制飞船 在接近暗交星系的空间处 由反空间跃跳出来 这是唯一能逃过黑羽人的方法 他们再无别的选择 闲窗外再看不到任何星象 只是无数一丝丝的光线 闷雷势的声响 由船尾传来 一下一下敲在仍清醒的这四个人心窝上 在这一刻 再没有敌友之分 为了生存 每一个人都要竭尽所能 配合自己的同伴 书弟静止下来 十个人像喝醉了酒般东到西歪 四周黑漆如墨 原本亮着的灯光 不知道哪里去了 一切都慢得惊人 隔了两久 才勉强可听得到一下心跳声 一呼一息 想象隔了几个世纪 能量的运转 不住增快 不久后 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 逐渐恢复正常 书役智 七慧福 和巴斯基等三人 最先清醒过来 然后是其他人 每人都是心头激动 连巴斯基这大凶人 都暗暗感激方舟 让他得到这么难能可贵的经验 亦使他对精神力 有了全新的体会 四周开始明亮起来 脸细了的灯光 重现眼前 弦窗外是 奇异无比的景象 缤纷嵌点 复杂无比的色光 在窗外若曲折的聚穿奔流 此消彼起 无数难以形容 绚人眼目的光束爆发 一个接一个在远近发生着 把光线四粉味般的怪异光体 送往四方 来回移动的闪光物体 上下翻腾的光色气暴 以惊人的高速 做着某种复杂无比的运动 众人 看得目瞪口呆 就算在梦里 也想不到 反空间 会是这么多姿多彩的天地 比起来 正空间实在太安静了 罪恶号 在这狂暴的天地 似能把任何东西 扯成碎粉的力量中 却是悠然自得 毫不费力地滑行着 不受冲击 不怕热灼 他们的眼睛 越来越适应这壮丽无仇的反宇宙奇景 更能体会着 其中完全超出了幻觉之上的细节 这是人类做梦也难以想象的 在他们惯常的宇宙里 竟平行地存在着 这另一个更美丽的世界 对于眼前一切 他们完全没有理解的能力 那对任何人 来说都是过分的要求 忽然间 一切再静止下来 四周回复漆黑 能量迅速转缓 眼前景物复成成名时 他们已回到日常熟悉的空间里 暗焦星系的太阳 在正前方散发着白热的芒光 十多颗细小的行星 清晰可变 除巴斯基和方舟外 无人不激动的热泪盈眶 连沙银这改造美女都不例外 方舟松开了珊娜丽娃和沙银的御守 叹道 总算暂时甩掉黑御人了 众人明白他的意思 黑御人对人轻者 是险不肯放过的 他们既由联邦得到反空间旅行的秘密 要搜远附近的星系 是可以办得到的事 但暂时总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暗焦星系是个充满了游离气体 流星雨 陨石环 沉泻的显地 透过这些沉泻气体 去看暗焦星系核心的太阳 似乎阳光都泛起了层层波动和涟漪 星系内 还有无数激荡不休的冲击波和射线 当飞船进入内空时 一阵陨石与川流般冲过来 把视野完全挡遮了 尽管外面是如此狂乱 罪恶号的重力护照 却使飞船内部安详宁正 在无声钟和暗夜里 毫不费力地像被电光不住闪现的八号行星划去 陨石带后达数十万公里 反映着太阳的色光 远处看去 就像一道金色的彩带 只可惜身处其中 才惊觉这外表好看的区域 是如此的死气沉沉 乐无生机 除了八号行星 应有大气的保护 免了陨石无时或休的撞击外 其他行星都是一块块巨型的泥石圈 百孔千疮 布满了深浅不等的陨石坑 叫像样的高山均难以得见 丁阳看得目瞪口呆 呼着气道 哪来这么多碎石呢 珊娜丽娃解释道 气流把行星的地表不断摩擦 不住制造出新的陨石 陨石又撞击地表 再弄出新的陨石来 所以陨石一批批地来 又一批批地被绞成碎粉 这过程已进行了以一计的年月 除非行星全消失了 否则这情景会继续下去的 新欠亚和洪瑶两人 坐在游船上别处搬来的大沙发上 丁阳则独占一张 懒洋洋地躺着 布施与洪瑶眉目传情 被出卖的恨意 早消失得无影无踪 巴斯基和方舟两人 则站在那副导航系统前 研究仪表上的讯息和读数 沙银和宜正两人站在一旁 不时加入意见 气氛初期地融洽 机会符合书玉智到了控制塘外去 检视船上的装备 着手休憩飞船 躺在沙发上的丁阳呼道 刚才我们在反空间见到的奇异景象 定是某种幻觉 否则为何飞船穿行其中 会完全没有碰上实体的感觉呢 山那丽娃横了她一眼 没好气打她 心地鸡凑了过来 挽着她手臂问道 八号行星上究竟有些什么 山那丽娃耸肩道 天才晓得 有没有人到过那里去 旁边三人呆了起来 丁阳祺道 你不是说上面有植物吗 山那丽娃道 这是在飞船上以星球扫描器探测出来的那种形式的生命 可尽归植物一类 至于是什么 那要到了那里后才可以知道了 八号行星逐渐在正前方扩大起来 千万道电光 不住在行星的大气层闪动 红瑶忍不住问道 为何不停地闪着电呢 山那丽娃满有耐心地解释道 那是陨石要撞击行星时 与大气接触摩擦 引起不断损耗的现象 新千亚好奇地道 为何独有这颗星 有保护的大气呢 山那丽娃摇头道 对此奇怪的现象 到现在 仍没有合理的解释 方舟的声音传过来道 我却知道原因 这些大气 都是由下面的生物制造出来的 就像我们发明了立场重力照 他们却发明这些成分复杂的大气 真恨不得快点下去多吸几口 看看是什么滋味 众人都听得发症 视野模糊起来 飞船投入了这奇怪的大气层里 破云后 会是怎么一番景况呢 第三卷 第十一章 船毁人存 在领袖一号船附近尾端的生命检合所里 艾妮遵照吩咐 接受了全面彻底的检合 所有母舰级的飞船 都有这么一个有完善设备的检合所 当日方舟被山那丽娃等 由火鸟星勤到船上时 便被关到该建检合所的围生园罩内 这检合所虽可谓人类服务 但主要仍是针对 在太空中 可能会遇上的其他生命而建设 对于一星生物 联邦有严格的指令 所有驻船的衣冠 都必须执行和遵守 领袖一号的首席衣冠基利斯少将 是联邦的医学天才和权威 亦是优秀的宇航战士 属机会服的一师清兵团 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 对曾被控制了心神的艾妮做检验 当雷波舞和白树来到检合所时 船队已经过了三次反空间的飞行 来到离乐园星系一千光年的远处 开始以乐园星为中心 绕第一个圈 当第一个圈完成后 他们会在二千光年的地方 绕第二个直径增了一倍的大圈 期间会牵涉到无比复杂的宇航数学 无数的反空间旅行 以追寻机会服的坐标 这种方法非常费时 但却很有时效 若随意机内的讯号波 是以反空间的速度传播 那即使它到了乐园星系外一万光年的远处 不出半年 他们便可收到讯号 自船队起航后 爱神便沉默下来 只是接受指令 没有表示意见 亦不回答问题 雷波无等 当然满腹狐疑 但又无可奈何 幸好看来这变异了的爱神 总算非常友善 艾妮穿上柔软的白袍 闭目安静地躺在维生罩内的检合台上 有着一身古铜色闪闪发亮的皮肤 中等身材的基利丝皱着眉头 坐在维生罩旁的控制台处 凝神看着台板以百计一板的险象和读数 像是一点都不知道有人走了进来 这检合所比聚精号泽客衣冠那一个大了三、四倍 仪器设备亦非其能相比 忙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又经过三次反空间飞行的折腾 雷波无和白树都有点心力交瘁 见基利丝如此专注 时去地在一旁的椅子坐下 细声地交头接耳说起话来 白树轻声道 你说我们是否已甩掉了卡尔夫男的私人军团 雷波无叹道 对这点我非常悲观 据爱妮说 领袖一号来时 是做反空间飞行的 而他们为何竟仍能直追至宿女星系 就知道他们拥有能追踪在反空间飞行的装置 虽然这是非常难使我相信的 可是实行又偏是这样子 白树道 我才不信 他有追踪在反空间内飞行物体的装置 假若我没有猜错 他们定在领袖一号动了手脚 装置了像主席在随意机内那种 能不断发射反空间讯号波的超时代设备 那百里池出身自联邦研究院 研究院能做到的事 他也有可能做到 只要他们不住往四周的反空间 发出同波段的讯号波 两边讯号波向处时所发生的连接 便可凭波段传来的角度和波段的衰变 计算出讯号波的源头和方位 寻找到领袖一号 雷波武对白树这总参谋长的头脑 一向佩服的五体投地 文分析后赞叹了几句 立即发出命令 只是手下彻查全传 一天不能甩掉卡尔夫男 便不能脱离险境 白树见基利斯 仍买手工作 扯起其他话题道 宅思飞对你当年把他撤职一室 似仍是含恨在心 否则不会破釜沉舟 不顾一切去接受百里池以最先进微型科技 配合解剖学的改造 又干受卡尔夫男的操纵 无非都是 要与你争一日短长 雷波我冷哼道 他一天杀不了我 都绝不会甘心 当日 我撤掉他军职时 他眼睛内疯狂的仇恨 到今天我仍粒粒如在眼前 白树压低声音道 照爱妮所说的 爱神是蓄意把百里池引来 为联邦去此心腹大患 否则爱神大可以同时 把蛛丝地杀死 雷波五心中意涵道 难道智能系统 亦可变成四人那般 特别憎恨某一个人 假若所有智能系统 都变了爱神那样 只需十多分钟 便可以把人类从宇宙全抹去了 白树尚未有机会回答 基利斯兴奋地叫起来道 我的老天爷 我终于找到最关键的原因了 两人大喜 起力移到他两旁 等候他说出研究结果 罪恶号 依照一般的星球降落惯例 由行星的背扬面 往星球的地表俯冲下去 在刚进入那奇异浓厚的大气时 一切似乎全无异样 但不一刻 飞船已剧烈陡颤起来 机会符合书玉智 刚于此时回到大唐来 一起色变 闲窗外 竟是闪电和火光 无情的阵力 把猝不及防的个人 全抛到甲板上 沙发翻侧 横过大唐的管线电缆 狂摇猛扫 发出浮浮的巨响 被方舟固定在甲板的后背装置 不断摇晃着 巴斯基第一个爬了起来 一看临时控制台的椅板 骇然惊叫道 危险 重力护照的能量 直线下降 书玉智尖叫道 快把飞船驶走 方舟回应道 不行 飞船的能量正在下降 无法升上逃逸速度 机会符飞扑起来 来到正在甲板上翻滚着的红窑上 在他快要由破洞掉到下层的顺客 一把抓着他太空衣的腰带 整个提起 往控制台飞去 并叫呼道 全集中到这里来 书玉智和珊娜丽娃分向丁阳和新地基飞去 助他们飞往控制台 巴斯基狂呼道 能量完了 画由未已 整个视野弦窗的左右弦窗同时裂成碎粉 龙卷风式的气体卷入舱内 黄野的呼啸声吞没了一切 除了方舟外 个人体内及飞行服装内的能量员 立即被壮科一气体内的悬科力量迅速抽出体外和衣服外 个人魂飞魄散 所有太空衣都是靠能量 形成一个覆盖全身的无形能量场 使四周的气压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能应付真空或星球上任何恶劣气体 与不适合人类接触的环境 并供给生命所需的氧气 循环不休 永不衰竭 但假若能源忽然消失 后果不想可知 没有能量场保护的人 就像在猛兽前赤手空拳 一点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方舟一把抓着 差点被卷走的杀盈 狂吼道 快抓着我 另一手已拉着巴斯基 船内的空气迅速一出 没有了弦窗的飞船外 喷泉似的泄了出去 无数光束在大气中闪动着 舱壁电火暴闪 就像闯进大气的陨石般被消磨着 船内所有没被固定的物品 包括沙发 餐桌和太空餐等零零种种 均被狂暴的大气席卷出去 消失在光雨和狂风深处 末地所有照明灯全部熄灭 不过却不愁会看不到东西 指挥大堂内充满了火影电光 众人迅速地搂坐一团 也不知是谁搂着了谁 方舟的私感能延伸到个人的能量中心去 形成他们新的保护场 抵挡着舱内电火和灼人高热的侵袭 横灌大堂上空的线管 全部燃烧起来 劈啪作响 甲板比舱壁先一步碎裂开来 整个控制台被扯离了破裂的甲板 众人齐声惊叫时 全部身不由己地被抛上大堂的半空 跟着是上下四方的舱壁一起破裂 往寺外弹射开去 罪恶号彻底完了 便成了燃烧着的火球 往下方洒去 他们暴露在布满白色气体的空间 往下掉去 谁想得到 这八号行星的大气层是这么厉害 保卫着他们的能量场外源被电火包围着 在后面带起了一道火光的尾巴 流星般往下方投去 和其他陨石在外观上全无分别 在陨石来说 大气消耗的是他们的本体 对他们来说 却在消耗他们的能量 方舟心中较苦 他的能量虽庞大 但要同时保护这么多人 恐也支持不了多久 墨地眼前一亮 大气由浓转薄 一个奇异志 使人心神陡颤的诡秘天地 无穷无尽地展现在下方星球的地表上 基利斯衣冠肃荣 看着维生罩内有若酣睡了的艾妮 雷波舞和白树 都有点紧张 能否依赖这联邦国生化医学的天才去识破卡尔夫男的手段 实在关乎到 这有狼子野心的超级富豪 与联邦合法政府斗争的成败 一向以来 他们对黑巫术都嗤之以鼻 只当是些原始落后 并充满主观盲目信念的宗教 充其量只是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催眠术 或可以控制心智薄弱的人 对他们不能构成任何威胁 但第一个亮起的红灯 是当女富豪尚思雅 奉她的命来向机会伏交涉 到现在连艾妮这军方的超级精锐 一着了道 才使他们立即惊醒过来 若不认真对付 让卡尔夫男的黑巫术 肆虐逞凶下去 天才知道到最后 是什么难以收拾的局面 卡尔夫男早在商界证明了 她是雄才大略的人 在经济的环节上 连政府亦要看她的脸色形式 基利斯终于发言 缓缓道 经过了这几千年来的发展 女性凭着更优厚的潜力 又不用生儿育女 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男性 发展出现代的新女性 而其中变化的最厉害的 就是对男女性式的态度 白树最爱动脑筋 深思者道 这一是我最不明白的一点 性爱不是本能的冲动吗 男女理应没有分别 为何联邦内很多超着的女性 忽然间都对性爱失去了兴趣 难道她们没了这方面的需求吗 纵使暂时厌倦了 但也应像吃饱了东西 虽暂时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却总有肚子在饿的时刻吧 基利斯叹了一口气道 或者我们该先弄清楚 本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顿了顿道 为了方便 我们笼统地把本能定义为遗传基因内 某一天然的构成和倾向 那是不用学习的 例如发育 自生命开始 发育就一直在进行着 当身体成长至某一成熟度 发育仍以细胞的新陈代谢的方式继续着 例如毛发 手指脚甲和脑内的神经细胞 都是先天遗传的 雷波舞点头道 呼吸和睡眠也是这样 由母体内的子宫开始和离开子宫后 都一直受到基因的力量操纵 白树道 这么说来 性行为应该是一种本能 镶嵌于我们的生命中 不会因意志而有所改变 但为何现在的女性中 有部分出现了这种 违反遗存基因的变化呢 基利斯看了她一眼后 道 你们有看见本人的著作 《生命平衡论》吗 两人点头 这本是使基利斯 成为独领一界领域风骚的巨著 与夫秀卿的《灵魂学》并称于当世 他指出 整个宇宙内 上至心体 下至分子内的世界 无不有一种倾向于平衡的趋势 这种平衡却非稳定的 而是不断改变 在达到另一个平衡前 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但平衡的力量 始终会把一切矫正过来 然后再开始另一乱局 基利斯返回原先的话题道 性爱来于传宗接代的本能 在低等动物里 完全支配了它们的行为 有些昆虫的寿命很短 出生后便全心全意的去异性交配 至死方休 生命在它们来说只有性爱 那一是唯一让自己的生命 以下一代的形式延续下去的方法 由这角度去看 性爱却是原始的行为 源于对生命自身的渴求 无论我们怎样不满 都抵迪不过本能的冲动 白树皱眉道 人类明显的 比地球的其他生物优胜 至少没有 能操控着动物的思春期 我们可以随时进行这种行为 甚至在某一程度上 可凭意志或专注于其他事物 去禁止肉欲 那是否代表 我们能克制本能 又或者性欲这种本能 与其他如呼吸和发育等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呢 基利斯苦笑道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人类为了生存的方便 身体大部分的功能 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 例如体内的心跳 血液循环 新陈代谢 诸如此类 大多的性行为 意识无意识的 忽然受到外界的挑衅 又或性器官受到刺激 都会自动做出生理的反应 在这方面 性欲有点像呼吸 我们注意时可把呼吸闭上 但最后始终要再次呼吸 因为那是生命的需要 不同的指示 停止呼吸会使人死亡 但停止性爱 只使人受活罪罢了 雷波武咒没到 我有点明白了 现代的女性 是否正因性爱 再不与生命延续的需求挂钩 所以打破了生命的平衡 于是其中特别超着的 便开始追求另一种平衡 一种无性爱的生理状况 但性的本能 是否就可以这样子般 完全消失了 为何男性又不会有这情况呢 白树笑道 身为男人 我大有资格在这方面发言 男性要得到女性的身体 非只是要追求性爱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征服的行为 在我们的进化世系里 男性一直凭借着体型的优势 去支配女性 现在联邦国内所有男人 谁不以能征服基主系 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这种征服女性身心的倾向 自生命出现后便不住酝酿着 现在变成了养旧在每个男人骨子里的事 一时间自然改不过来 基利斯道 说得好 就像现在我对爱妮仍有很大的兴趣 内心极想和她上床 看她在我的手段下 春情勃发的动人样子 而一有信心 她会拒绝不了我 因为她在性的平衡上 已被卡尔夫男打破了 出现了极致混乱的状态 因此 卡尔夫男才能承虚而入 控制了她的心神 只是她做不愿做的事 白叔愕然道 你是否既卡尔夫男 纯粹凭挑情手段 再加类似催眠术的方式 就可把女人的灵魂都控制了 基利斯摇头道 当然不是这样 像爱妮这种心智坚毅无比的女性 绝不会 因身体的刺激而动情 唯一的方法 就是由她的精神人手 挑起她的爱欲 一旦那无时无刻不潜藏在体内的性能给引发出来 便若容颜破开了缺口 心神失守 不可收拾了 白叔紧张地问道 你找到了她用的什么手段了吗 基利斯点头道 找到了 白里池真厉害 现刻把人脑内控制性欲的中心 加上一节人造神经 破坏了爱妮早先得到的平衡 再加上卡尔夫男的黑乌法 便成为了征服女人的法宝 雷波舞喜道 你可除去她这神经内的静置吗 基利斯苦笑道 还要研究一下 才成 不过爱妮脑内那静置 似乎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破坏了 所以 她才能完全回复过来 白叔和雷波舞交换了个眼神 同时想起爱妮的话 难道此事竟与爱神有关系 基利斯道 破坏容易建设难 恐怕有一段长时间 爱妮仍会沉浸在玉海里 而且千万别让她碰上卡尔夫男 否则随时会现身她的魔掌里 哎 我对黑乌术的认识和衡量实在太浅薄了 到现在才懂后悔 雷波舞沉声道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知道那位美女曾给卡尔夫男动了手脚 基利斯叹道 若爱妮脑内那静置尚未被破坏 我定能依据她的功能 研制出针对的侦察系统 但现在根本无从入手 白叔和雷波舞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前者道 大将 看来 我们应要派出一对特工人员 把上司雅鲁来给我们大一观作 分析研究了 雷波舞笑了起来 大力一拍基利斯的肩头道 我们要回去工作了 你若想和爱妮谈情说爱 切莫放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 白树玩耳道 这叫承虚而入 基利斯失笑道 我才不会干这种成人之危的事 不过很快 我们就知道 爱妮对话人最有兴趣 若她自动来找我 礼貌上 我已好应与她合作呢 三人笑了起来 都是老朋友了 说话当然再没有顾解 在这等内忧外患的艰苦时刻 不说说笑 怎样可把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 第三卷 第十二章 奇异事件 那是个无可比拟的事件 本因漆黑无光 既是背着阳光 又被浓密大气紧裹着的暗黑天地 却是初期的色彩缤纷 令人目眩神迷 星球的表面 全给一种奇异安详的生物覆盖了 它们不但形体各异 大小不同 连色光 都有千奇百怪的形式 但却是寂静的没有半丝声音 只有空气移动成风时 生出温柔的笑响 无数有机体 以不同形态的立柱体 圆柱 星形体 覆盖着地面 立柱体 由数十公尺致乎 高达数十公里 已撑至天际云端的深处 像一座奇怪的山 多于像有生命的物体 圆体大小不一 最巨型的 四个直径 达数公里的超巨型大孤 伞子般浮在地上 所有生命都紧挤在一起 有些还层层相叠 不像别处的植物般 划清了界限 好争取阳光 奇怪的光 由物体内部发射出来 直立的圆柱体 各有自己独特的光芒 血红似火焰 清冷的银芒 血木的金光 光芒并非静止的 在物体内不住流转游走 实强实弱 叫人 看得眼花缭乱 目不暇急 圆柔状的散形体更奇怪 一些 随着光谱变化着色阶 其中更有整体乌黑 但一个个大光点 却平均地分布在向上的圆面 此起彼落地闪跳着 更有的是一明一暗 就像电子招牌的闪灯 无论什么样的形容词 亦不足描写透五光十色 充满勃发生机的世界余万一 离开了大气候 能量回复到正常的水平 众人都集不同装备 回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 逐渐减缓了下落的速度 这星球的引力 比地球大了约两倍 那并非计它的面积比地球 也一定大了两倍 引力只代表质量的大小 还要看球体分子组织的紧密度 而定 他们人偶做一团 目瞪口呆地看着 在下方不住 因接近而变大的奇异生命 顺那间 其中最高的一只圆柱体 已高过了他们 众人立即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来到旁边 他们才发觉 圆柱体的巨大 怕巨人也不能和报 方舟大胆有趣 领着大家绕着这正燃烧着火焰烟红芒的柱体 飞了一个圈 才松开还着疏欲至仙妖的手 叫道 我们下去吧 机会服这才惊觉 自己仍抱着方舟的左腿 忙松开手来 个人有点尴尬地分了开来 被巴斯基搂着的山大利娃更大感不愤 但已是无可奈何了 丁阳 红瑶 和新西基 一极较落后的太空衣 随着众人往下俯冲而去 在近距离里 这色光迷人的世界 叫他们更感到宇宙玄奇的一面 一时间魂忘了失去罪恶号后 带来种种严重和无法解决的问题 方舟一声欢呼 像小孩来到一个充满新奇玩具的宝库 忘情地往下飞翔 宇宙是多么奇妙 在一刻前 谁想得到 在浓雾后 有着这么科妙的世界 没有声音 却充满了音乐性的视觉美景 厚重云霞 反映着下方的奇异色光 低垂空隙 就像一个叠一个漂浮着的光道 层层积叠的大气 把这世界与其他一切 全隔绝开来 孤独又毫不寂寞 远无所不包 低垂 厚重 沉甸甸的积云 是这些生物在空中画出来最美丽 而能保卫它们的实体图画 配合着地上的奇景 是如此的震撼人心 网上伸延的圆柱体使天地浑成了一体 颠顶处没人了云层 藏人天际的怀抱里 四若把天堂和地狱连结了起来 地上肿胀丰满的孤体 闪着各样的色光 散射往四面八方 使着天地不住活泼的变换着颜色 没有一颗是相同的 总有点细微上的差异 方舟的思感 往四方八面延伸 探进它们的生命世界里 游走于它们复杂又单纯的组织中 却怎也接触不到它们的思想 墨地上方 传来辛茜亚一声惊呼 方舟施展 他由疏欲之处 学来转换能量的功夫 画屏飞为上升 来到辛茜亚旁 探手搂着他柔软的腰肢 问道 什么事 辛茜亚扫了 正看着他的其他人一眼后 指着下方一个散状大孤道 你看 那东西正缩进下面去 众人立时注意起来 最奇怪的是发生了 所有奇形怪状的生命体 全往地表缩退进去 色光逐分的暗淡下来 辛茜亚靠着方舟的身体 不能控制的陡颤起来 显示为眼前的异象深深震撼着 当贴伏地面的有机体完全消失后 露出金黄色的地表和纵横交错的淡黄线 细看下 才发觉地表并非金色 而是长满了长若米许的金色小草 但黄线则是奔流着奶黄色液体的河道 然后 轮到高称云天的柱体 也缩下去了 当最高的柱体 没人金黄交错的地表后 众人一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众人这时落到再不发光的草地上 正茫然不知所措时 远方的地平却升起一线金芒 接着是壮丽无匹 没有任何丘陵挡折折的日出美景 众人散坐在金黄色的草地上 看着四周的草浪 感受着太阳透过云泻大气 洒下来淡金色的黄光 和微微的热力 看着柔丰府扫下起伏的金草浪 听着远方河道奔流的轰鸣声 一切是如许安详平和 方舟躺在山那里娃 姬会福和红妖的中间 与丁阳和星剑基五人成为一组 书与智做得最接近他们 依次过去是杀银和执政 巴斯基是唯一站着的人 仰望着天空金光灿然的美丽云彩 脸色阴沉 显示想着眼前可律的困境 兴奋过后 众人都找不到话题 方舟大力吸了一口气 赞叹道 这里的空气真美 一样似的空气中 便含有一罩罩的亚原子 和小量的氮 氢 氯等组成的旋转原子 充满了活泼和震动的能量 又不像地球和其他星球般 充满挥发的气体 飘忽不定的种子 灰尘 过滤性病毒 花粉 豆莢和微菌 真精彩极了 众人 都惊异地看了他一眼 虽然他们每天都在呼吸着 但谁能像他般 如此清楚 自己把肾们吸进胸肺内去 现在他们呼吸的 都是由维生系统供给的氧气 不由羡慕起这火鸟心怪人来 机会福威则道 这样的空气 可能我们吸半口 也会立即中毒 红瑶最是悲观 望着天上的后云愿道 现在安全是安全了 但怎样离开呢 舒玉智平静地道 眼前最迫切的问题 是如何去解决营养的事 我们刚才吃的太空餐 最多可支持我们十多个地球天的时间 之后 除了座椅呆壁外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众人除方舟外 无不色变 珊娜丽娃向沙银问道 你们改造人 只需注射强化 能怎么会有问题呢 沙银苦笑道 这是我们的大秘密 玉智小姐将我们再改造了 转为美半个地球年 注射一次改良了的强化格 那设备 现在已随罪恶好被毁掉了 机会福冷笑道 他改造了你们的体质 却改造不了你们自私残忍的性格 巴斯基冷哼道 非改造人 就不自私了吗 我们如不反抗 早给你们借正义之名全扫掉了 方舟坐起来举手道 这不是内斗的时刻 任何难题都可解决 巴斯基审道 就算变成了你 又可冲破这可怕的大气 那又有什么用 我们连杨马星都去不了 从人怅然若是巴斯基说的是实话 这里离开杨马星系 有三十多光年 就算他们能达到光速 一需三十多年才可到达杨马星 何况即使是随意肌肉最先进的飞行器 最高只可达至亚次光速的速度 三十多光年后早饿得变成枯湿了 丁阳颓然躺下 叹道 能买骨在这么一个美丽的星球 总好过做太空浮尸 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 机会福娇笑道 没用的男人 一天未死 便尚有希望 巴斯基双目凶光一闪 不悦地瞪了他一眼 他这话当然是抬丧骂怀 矛头指向了他 方舟笑道 大亨切莫转坏念头 我们现在理应抛开成剑和过去的恩怨 否则谁都活不了 书玉智长身而起 来到巴斯基旁 伸手按在他后扩雄壮的宽肩上 柔声道 方舟说得对 主席的话亦很有道理 现在我倒希望黑玉人可找到我们 那时机会就来了 机会拂向方舟道 有没有方法惹起黑玉人的注意 方舟闭上眼睛 好一会才在众人期待中谋开来 淡然道 暂时我的能量仍不足以透穿 这会消耗能量的大气 新千亚燃起希望道 为何只是暂时呢 方舟兴奋起来 提高声音道 因为这星球 无论空气和土壤 都含孕着一种别处没有的刻意能量 当我集它来增强后 便可变化本身的能量组织 制造出不受这大气干扰的思感能 那是要干什么都可以了 众人大喜过望 颓丧的心情一扫而空 珊娜丽娃紧张地问道 那需要多久呢 方舟道 若你肯给我搂着睡一觉 今晚那些生物在由地表探出来时 我应可蓄够能量了 珊娜丽娃俏脸飞红 白胎眼道 现在人家心情恶劣 还要作弄人 巴斯基沉声道 只要能离开这鬼地方 你要搂着我睡觉都可以 方舟盲道 我还未习惯和男人睡觉 至于肚子饿饿或是欠缺 强化能够很易解决 刚才我数次和你们接触时 以清除你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只要有足够能量 我便可以把你们改造 请你们的肺部 能向我搬西人任何气体 皮肤则可直接吸收天上的太阳能 再不需食物或强化能 嘿 这不是更理想吗 众人无不心神颤荡 他说来若无其事 但假若真能办到 那他们便在净化的路上 画出了无可姑娘的一大步 姬慧福和舒玉智想由方舟身上得到的 不正就是这些吗 说不定有一天他们能变成了方舟 姬慧福狼狈在他腿上捏了一击 方舟哀悠一声道 主席 请信任我吧 我真的觉得大恨和小姐都是好朋友 所以我不能见死不救 巴斯基等四人同时露出奇异的神色 这家伙真的一点都不计就恨 方舟站了起来道 这些事可一次过去做 只要各位把心神完全开放变成 现在先让我去洗一个走 喝几口水 众人无不瞪目以对 这些像水的东西 尽可喝下肚内去吗 卡尔夫男的黑乌号 十艘较小型但已相等于领袖一号的战神 及宇航战斗舰 由反空间弹了出来 黑乌号是卡尔夫男针对领袖一号 费了五百多年才建成的超级太空母舰 主船体长度达一万五千米 比巴斯基的堕落号还要大了一倍 只有他的财力加上百里池的智慧 这种出于一般人梦想之外的东西才能成为现实 黑乌号就像一个满部尖辣的巨型浮动堡垒 若把尖辣计算在内 长度要在二万米以上 这些尖辣是未来科技最自傲的研究成品 能放射出目前最有毁灭力的极数死光 普通飞船的护照实是不堪一击 它们同时亦是反攻击武器 不但可摧毁来袭的激光或导弹 当船体全部360支极数光炮一起发布能量时 可在船体外一万里的空间形成一重保护罩 那时就只有它攻击人的份儿 别人再无还手之力了 这是卡尔夫男敢于挑战机会服的最大本钱 平时这些飞船潜藏在离西天星系附近50光年的一个荒芜星系的基地上 现在形势破功 卡尔夫男不得不运用手上的所有筹码了 另外 那十艘以战神命名的飞船 长度均达三千五百米 比联邦主力舰机飞船 还要长了五百米 每艘内藏冲击战机六十架 加上黑屋号内的二百架战机 作战单位达八百架之数 这样的实力 足可指得上联邦八个继承军团任何四个加起来的火力 至于谁胜谁负 当然要真正碰过头后才可做分享 战神级飞船形态均接近领袖一号 只是船体由腹背各弯出四根极树辣 不像黑屋号般与船体呈九十度角般横称往外 这八根极树辣成为了飞船上最厉害的武器 卡尔夫男和翟斯飞两人在主控制室内 透过视野弦窗和左右弦的侧视野弦窗 看着极树辣尖峰外 簇拥着他们飞行的十艘战神航舰 不禁顾盼自豪起来 十一艘船上的黑屋战士 总人数达到五万人 他们都是黑屋教的忠心信徒 甘愿接受未来科技所 以微型机械来改善他们的战斗力 像翟斯飞那样 除了脑神经外 他们的身体 都是高科技的制成品 都是行动和作战的机械和装置 这种半机械人士的战士 威力绝不下于改造人 只有在精神力量方面是逊色多了 但人数却是改造人的数千倍 他们都是非常昂贵的产品 否则数目就不止于此 报告传了上来 卡尔夫男精神大震道 今次看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在他们增速智能近人反空间前 我们定能赶上他们 翟斯飞平静地道 我不会让他们 有一人能活着离开 特别是雷波舞 卡尔夫男举起烟斗 大力吸出了两口 喷出几团香气肆意的烟雾 他当然知道 翟斯飞与雷波舞间的仇恨 翟斯飞道 现在我们攻击他们 便是公然违反了宪法 头子 你是否准备放手大干呢 卡尔夫男因森一笑道 我们的讯号干扰器 有能力使他们发不出任何讯号 到时我们再发出假讯号 把所有事全推在巴斯基那蠢材身上 加上有助斯蒂应付那些大臣和议员 我才不幸 有人敢来 向我惹是生非 翟斯飞点头道 头子的智慧 时远超过任何人 联邦迟早要落在你的手上 卡尔夫男双目亮了起来 璇又叹了一口气 想起未来科技研究所 被艾神洗去了所有资料 使他们受到无可弥补的严重打击 连很多快接近成功的研究 亦要中断 不过 只要控制了联邦 什么都可重头来过 所以他再不能做被动的等待了 行动还要准确迅速 去了白树和雷波武这两个心腹大患 在有狄平上将和副主席助斯蒂的脉里 他才不幸控制不了一回那批贪生怕死的家伙 唯一的问题是机会服 他究竟到了哪里去呢 通话器想起到 目标在西围五千万里处 正逐渐增速至亚光速 估计在五小时内可递增至光速 卡尔夫南大喜下令 船队在半小时内已达至四分三光速的亚光速 全力往目标飞去 若依双方目前的增速 一个半小时后 他将可赶上目标 那时就是雷波武和白树的死期了 倾盆金雨由天上打下来 天空被闪电滑破而震战 大地战力抖震 在这笔地球任何雷雨要强烈千百倍的疯狂语报里 整个大气层暗黑下来 闪电有如刀枪剑几般破空裂云刺入地面 而总有震耳欲聋的霹雳作出迅速的回应 比起此前的安详宁静 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变异 就像你想不到温柔多情的美女 可以忽然变脸成为残暴凶恶的狂魔 但这都影响不到正在进行天翻地覆的生命进化的十名男女 他们正手牵着手 尽在一个小湖之内 狂大的能量 由暗焦星系的太阳透云而来 倾注入湖内的黄叶里 再由皮肤钻入这十个男女的身体去 他们就像出生的婴儿 在母体内迎接即将而来的新生命 他们在变化着 方舟亦在变化着 这个星球 有种奇妙的能量 使它感到能力被大幅度的提升了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分子 都在蓬勃发展和成长 他们的精神连接在一起 超越了人世间所有的恩怨 包括爱情和仇恨 亦没有善恶的区别 至少在这一刻是如此 方舟无私的爱 传入每个人的灵魂里 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 能量不住提升 他们的进化 亦不住加速 暴风雨逐渐收敛 雷响闪电由书至无 疏忽间 湖水的能量全被他们吸进了体内 他们联合后的 丝感能冲天起 刹那间穿透了大气层 看到了壮阔美丽 星星点点的苍穹 银河宛如金光灿烂的巨大川流 横更夜空 魔星以亮蓝的光芒挂在天际 左侧稍远处 是发出炭火一般稳定光芒的羊马星系 有点像个燃烧着的红洞 接着 他们看到了一艘黑玉人的航舰 正朝他们的星系飞来 逃出绝境的千载良机 在这美妙的时刻来临了